沈梅景吓得后退了一步 这女人当真是谁都敢打呀 这甩巴掌的动作是有多熟练 早上起来甩她两巴掌 现在又甩世子爷一巴掌 甩她也就算了 她出来乍到 没法跟人家计较 但是这女人到底是有多有恃无恐 才会觉得甩宋良辰巴掌 也没有关系 男人都是骄傲的 特别是这皇室的后代 每个人最看重的都是脸面 你说你私底下甩巴掌 人家有可能因为深爱你而原谅 但是这府里的下人 全部都在看着呢 竟然也这么毫无顾忌地动手了 宋良辰的脸当时就沉了下来 本来还觉得愧疚 现下心里却满满的都是怒火 江新月却半点没察觉 红着眼睛还想甩第二个巴掌 不出意外 宋良辰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狠狠地甩开了 江仪是不是被水呛糊涂了 她含着脸 道 敢对本世子动手了 江新月心里一凉 稍微清醒了些 眼泪跟着又巴拉巴拉地下来了 你还凶我 事情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你还有着这个女人在这里弹琴 真来凶我 女人吵架的三大戾气 大哭 寻死 你凶我 世子妃的事情我自然会处理 江仪刚刚落水 还是好生回去休息吧 说吧 一挥手 后头的丫鬟就连忙上来将江新月给扶到了一边 宋良辰简直是怒不可遏 然而新月也是受害者 她不能全冲他法 这一巴掌硬挨着 总要找其他法子重新找回面子 转头一看 屋子里还站着个沈眉景呢 怎么看这么碍眼的沈眉景 世子妃可还记得世子府的家规 宋良辰深吸一口气 眯着眼睛问 沈眉景甘笑两声 有点不好的预感 妾身记得 令世子不悦者发 很好 那你今晚就直接搬去柴房吧 在里头反思三日 不得吃喝 锦衣和玉石都吓了一跳 三日不吃喝 那人还活着吗 沈眉景简直是哭笑不得 嗯 妾身令也不悦了吗 这惹恼她的是江仙月 凭什么受罚的是她呀 宋良辰皮笑肉不笑地道 我说你令我不悦了 便就是如此 你再多说一句 便加法一日 沈眉景立刻闭了嘴 这天杀的世子爷 摆明了一副不讲道理 你奈我何的嘴脸 早知道都是这个结果 她就不用费心费力 又给她泡茶又给她弹琴了 多消耗体力啊 她今天就在马车上吃了两碟子点心 其他的可都什么都没吃呢 这惩罚也算是对江仙月的交代了 虽然压根就没有确定交换新娘子的事情是沈眉景干的 然而为了让她平静下来 宋良辰眼睛都不眨的就把她给丢去了柴房 世子府整个都热闹了起来 本来还有许多人不知道新娘子挫嫁的闹剧 江仙月跑到主院这么一闹腾 丫鬟家丁四处奔走 每一会儿所有人都知道世子娶了个寡妇 而江仙月嫁给了燕王 这世子妃成了王妃 不还得去恭喜恭喜她吗 后院里有的主子笑着眼传 这可算是直接高升了呢 旁边的丫鬟轻笑道 主子快先去阿威世子爷吧 这娶的竟然是个寡妇 还是许家的人不能秀 不知道该多闹呢 瞧瞧 人都关柴房里去了 各院主子都是一个想法 一时间来探望宋良辰的人 懦异不绝 既然是个误会 那爷就把他养在院子里 不许他出来就好了 侧妃翁尔雅提送良辰 倒了茶 温柔地道 您也别气坏了身子 宁唇儿也端着点心递上来 忍不住道 我见过这新的狮子妃 装得挺好看的 你为什么要生气啊 这就是您主子单纯不懂了 旁边的侍妾 于氏低声道 寡妇二驾 本来就是寡怜贤耻之人 身子不洁 心思也嗡子 贴取了他 实在是委屈了 宋良辰抬头看了于氏一眼 没吭声 宁唇儿扁扁嘴 伸手摸了块糕点 道 嗯 那我 能去柴房看看他吗 今儿瞧着 狮子妃那脸上 还有好可怕的一刀伤呢 你管他作甚 有疤就有疤了 反正也是个丑八怪 宁唇儿瞪大了眼 小脑袋摇得波浪鼓似的 哦 狮子妃很好看啊 除去脸上那一刀疤 姿色比温姐姐还美上七分呢 孟儿雅一正 微微有些不悦 唇儿妹妹真是什么人 都能拿来通我比 那寡妇竟然会比她好看七分 开什么玩笑 这宁唇儿真是一贯的讨人厌 在世子爷面前说这个 不是贬低她身份吗 行了 我已经吩咐了 柴房里只关世子妃一个人 除了看守的两个婆子 其余的人都不得考进 唇儿也别瞎操心了 宋良辰摆手道 各自回去吧 今晚我去书房看书 温儿雅敏唇 退后两步行礼 于是也跟着起身行礼 恭敬地退了下去 只有宁唇儿留在屋子里多问了一句 爷 是紫妃挺好的 您为什么不喜欢她 宋良辰冷着脸 这还用问吗 若不是她 现在就不会是这副局面 这拆散鸳鸯之仇 若是不报 何以对得起星月苦等她五年 宁唇儿歪了歪脑袋 可是您确定 错了嫁的事情 就一定是狮子妃做的吗 她不能百分百确定 却也能确定百分之七十 现在她和星月都那么痛苦 总不能放了她一个人 逍遥度日 就算没有证据 但是这府里她最大 谁能奈她何 宁唇儿看她脸色不太好 缩了缩脖子 行了礼 就飞快地退了出去 世子爷就是这样 总是任性妄为 府里也没人能管得了她 她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吧 唉 只是可怜世子妃 刚进门 就被关在柴房 底下那些个 屈炎富士的下人 还不知道要如何嚼舌根呢 叶色渐浓 沈眉井捡了柴房里的柴 摆弄着铺成了三尺来高的架子 又铺了两层干稻草 最后将下人给她拿来的被子毯子给铺上去 睡哪儿不是睡啊 在许家都睡了半年的柴房了 这世子府的柴房 这世子府的柴房好歹宽敞干净 也没什么蛇虫鼠蚁 墙上还有窗户 打开就有一阵阵清凉的风吹进来 不热也不凉 捡了粗壮一点的木头桩子 立在一边当挂衣上的 沈眉井拖了外袍 就躺进了被窝 累了一天了 她只想好好睡一觉 梅井 梅井 有谁在换她 一声声的温柔极了 沈眉井翻了个身 咄咄两句 那人就轻笑着来捏她的鼻子 小懒虫 怎么这般能睡 紫琴 迷迷糊糊睁开眼 待看清了眼前的男人 他震惊地坐了起来 你怎么会在这里 徐紫金依旧穿着他最爱的 黎色青烟袍 满眼心疼地看着她 怎么伤着了 美景傻傻地望着她 伸手去碰她的脸 鼻子一酸 差点就落了泪 你还活着 我伤着了 你还会来看我 傻瓜 徐紫金轻轻伸手 将她抱在怀里 我一直陪着你 一直都在 喉咙一梗 美景趴在她肩膀上 就忍不住乱蹭 像小孩子似的 一边蹭一边乌烟 脸子 你说陪我 又怎么会到我嫁给别人了才出来 你不难过吗 我嫁给别人了 徐紫金伸手 抱紧了他 修长的手指 节节范白 抱歉 是我的错 让你受尽了苦难 是你的错吗 美景抬头 可怜巴巴地看着她 他们都说 是我 是我渴死你的 你怎么会渴死我 徐紫金轻笑 又捏了捏她的鼻子 能娶你为妻 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至于生死 全在命述里 与你无关 是这样吗 美景扁扁嘴 你总是哄我 徐紫金低头 在她额上 轻轻一吻 我爱你 心里一颤 跟着一疼 浑身都抽搐了起来 美景刚想张口 回一声 我也爱你 还没能说出来 眼前的浓雾 却像是突然散开了 整个人醒了过来 睁开眼 阳光已经从窗口 洒了进来 天亮了 呆呆地看着空无一人的四周 美景伸手 擦干自己脸上的泪 深吸了一口气 世子妃可醒了 不知道 在里头关着呢 反正也不用送吃送喝 她睡一整天 也没人过问 门外的两个婆子 百无聊赖地坐在台阶上 线罗的那个嘴碎 忍不住就嘀嘀咕咕地道 咱们府里上下都传开了 说里头关着的这位啊 可厉害了 渴死父母 又渴死上一个丈夫 嫁来给燕王爷做续贤 还不满意 非将自己和那个僵尸 换了个位 你说这心肠 是有多恶毒呀 你仔细她听见了 姓张的这个当 再怎么说 现在也是世子妃呢 怕什么 饿她个三天 命都会没了 还世子妃呢 我瞧着世子爷 就没把她放在心上 这惩罚呀 就是奔着死去的 三天之后 要是还没能饿死渴死 世子爷指不定 还得怪咱们呢 嗯 说的也是 那你可别一时同情 给她送吃的啊 你才是呢 可别被贿赂了 给她买了东西去才好 这怎么可能 关进去的时候 世子可是连一个柴子 都没给她剩下 拿美色贿赂嘛 老婆子我可是不接受 两个婆子说说笑笑 美景在里头听得清清楚楚 宋良辰想让她就这么死了 那也太小瞧她了呀 两位 门外响起了锦衣的声音 这历日炎炎的 也没个成凉的地方 不如过来用些西瓜 两个婆子抬头 看着锦衣 知道这是上房里 专门伺候贵人的丫鬟 便都笑道 哈哈哈 锦衣姑娘有心了 但是世子爷吩咐了 咱们要在这里寸步不离的 这房门上还挂着锁呢 你们害怕人跑了不成 还是说 两位觉得这瓜薄了 不配入口 哎呦 姑娘哪里的话呀 罗婆子笑着 转头打量了四周一番 确定无人 才拉着张婆子 跟着锦衣 走去院子门口 这边刚走 那一头 玉石就踩着石头 翻了墙进去 凑到柴房的窗户旁边 轻轻敲了敲 室眉景反应极快的 凑了过去 一伸手 刚好就接着了 玉石丢进来的小包袱 一句话没说 玉石踩着原路 就走了 沈眉景拿着包袱 打开 里头有三包干粮 三个水囊 一个小荷包 旁边还有一张纸条 主子恕罪 家规森严 莫敢泛制 只能济食与水 并逮度输的一两零一桶 望主子保重 按规矩来说 锦衣和玉石 是专门伺候 世子妃的丫鬟 不代表是专门伺候 她审美景的丫鬟 因为世子妃 很可能会换人 但是这两个 接受了良好培养的丫鬟 不会换 她现在是处于 落难的状态 世子妃的位置 看起来就是坐不稳的 锦衣和玉石 完全没有必要 冒着被世子发现的危险 来给她送东西 然而 她们还是来了 沈眉景捏着小荷包 打开水壶 喝了一口水 决定把这份恩情 记下了 外头的婆子吃完瓜回来 忍不住打开门 看了看她 诶 这 罗婆子看着屋子里 被摆得整整齐齐的柴火 以及旁边铺好的床 有些傻眼 美景早就将包袱 藏在了铺床的木柴中间 微笑着看着他们 道 可是有什么事情 没什么 张婆子摆摆手 她是不带见寡妇的 总觉得不吉利 不过这世子妃倒是有点奇特 竟然还有心情收拾柴房 甚至将细软的稻草 都离好放在一边 这是要干什么 四处看了一眼 没发现藏着什么东西 两个婆子就退了出去 沈梅景哼着小曲儿 开始了她的吃饱肚子计划 干粮能保证她不死 但是绝对不是能吃饱的东西 她还得想想其他办法 主院里 宋良辰满身力气地扣在床头 有丫鬟进来给她更衣 都吓得腿直抖 主子怎么了 林峰忍不住问了一句 宋良辰黑着脸 没说话 她总不能说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 全梦见沈梅景了吧 那女人是下了什么魔咒 竟然能折腾她一个晚上 梦里还不停地问她 是不是要杀她 是不是要杀她 摆明了就是让她不能活 才能平息她的怒过 这有什么好问的 就是要她死 醒来还觉得心情糟糕极了 看什么都不顺眼 虽然她知道 三天不一定能饿死一个人 但是竟然也没有听江新月的话 多加罚她 不知道是因为她泡的茶太好喝 还是因为弹的琴太动听 她竟然觉得有点可惜 真是不能原谅自己 分明说好要护着江新月一辈子 结果让她毁了半身不说 还不能果断地杀了害她的人 她给自己找了理由 毕竟沈梅景是许家的人 刚嫁过来就死了 父王那里不好交代 要死也得缓缓 找个合适的借口来敷衍 才能顺理成章地送她上路 这样想了几遍 她的脸色也好看了一些 更衣之后照了人来问 柴房那边怎么样了 那女人有没有哭闹 回狮子爷 没有 狮子妃很安静 甚至还收拾了柴房 宋良辰挖了挖耳朵 以为自己听错了 收拾什么 回狮子爷 柴房 罗婆子又重复了一遍 她把她关进去 是要看她痛苦 看她面对死亡的时候的恐惧的 结果她反而还有心情收拾柴房 宋良辰给气笑了 你们给她东西吃了 没有没有 狮子妃从昨日到现在 什么都没吃 连水都没喝 那脸上的伤口 还有些发炎了 看着惨得很呢 伤口发炎了 宋良辰 微微一愣 想想也是 跳进河里救了人 回来又一直没上药 不发炎才怪呢 想起那张美艳绝伦的脸 宋良辰明明唇 别开头 失笑道 脸烂了才好呢 罗婆子一听 立马讨赏似的 继续道 最近这天气热 只要不给上药 世子妃那脸呢 必定是保不住的 柴房里脏 自然是更加 也算是老天爷给的报应了 世子爷压根儿啊 就不必再为这种人生气 宋良辰抬眼看她一眼 没接话 这多嘴的婆子 又自个儿小声碎碎念 都说寡妇是带着煞心的 难为世子爷 爱着燕王爷的立场 还不能修她 她要是自给自尽了 倒还干净 天生还活着 爱人也 如今还叫她寡妇 是盼着我早死的意思吗 心里有些微的不愿 也不知道从何而来 宋良辰打断罗婆子的话 沉声道 罗婆子吓了一跳 可没想到这马屁会拍在马蹄子上 赶紧又跪了下去 世子爷息怒 奴婢这嘴巴一向不会说话 您别与奴婢计较 别与奴婢计较啊 宋良辰逆着她 淡淡地道 我不与你计较 罗婆子一喜 正要磕头谢恩呢 就听见头上丢下来一句 你直接收拾了包袱 回家去吧 话说得很轻 这责罚 却是世子府有史以来最重的 罗婆子有些没反应过来 他不过是说错了一句话 怎么就直接让他出府了 旁边站着的林峰 也忍不住微微侧头 世子对下人向来宽厚 还没有见过这么生气的时候 因为什么呢 难不成就因为罗婆子的那一声寡妇 外头的家丁进来 直接将罗婆子给拖了下去 出了主院的门 罗婆子才回过神来 大声喊叫 世子爷恕罪啊 这声音洪亮的 像撤了半个世子府 温儿牙捧着点心 站在主院门口 眼神复杂地看着他被拖走 沉吟了一会儿 才提着裙子跨进主院 爷怎么发了这么大的火啊 抬手又是一张笑盈盈的脸 温儿牙将点心放在桌上 十分温柔地走到宋良辰背后 轻轻替他锤尖 轻重合适的力道 配着软软的语调 很容易就让人消了气 宋良辰靠在椅背上 闭着眼睛道 虽然我也不喜欢柴房里 关着的那个 但是他已经嫁给了我 是我的人 再叫他寡妇的人 是不是不懂事 爷说得对 也就一个下人 乏了也好 府里其他的人 也就该知道点规矩了 宋良辰点头 享受了一会儿按摩 突然开口道 尔雅 今年那盒子去很高 是不是在你那儿 温尔雅一愣 汉手笑道 啊 在呢 爷给的好东西 尔雅一直舍不得用 好好地存着呢 东西就是拿来用的 你存着干什么 宋良辰 轴合了神色 宁年还会有的 这府里 他一向是最宠温尔雅 温氏也是十分懂事的人 总是能明他的心意 话不用明说 他就能猜到他的心思 不过这回 温尔雅倒是头一次 觉得惊讶 爷 宋良辰严肃了脸 他的伤痕是僵尸造成的 也算是罪孽 总不能叫他戴下了皇权 给僵尸添了业障 你不用多想 温尔雅恍然 点头 笑盈盈的道 谢深明白了 他还没见过这位世子妃 本来觉得是个寡妇 见着还要行礼 难免憋屈 不如不见 可是今天 他突然有了很大的兴趣 想看看这世子妃 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回院子里去拿了去恒膏 温尔雅立马就去了柴房 美景在柴房里正将稻草编成结实的绳子 四周的木柴都被他按大小长短分好 放成几堆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用 温尔雅捧着药过来的时候 张婆子正在门口长须短叹 罗婆子被赶出府的事情 她知道了 好歹共事了七八年了 也挺伤感的 除了伤感 心里还有些恐惧 他们还都说世子讨厌里头这寡妇 可为什么又因为她发火呢 正嘀咕呢 面前就扫过来烟红色的裸裙 劳烦开个门 世子吩咐送去恒膏给世子妃 张婆子一惊 连忙起身 去开了门 扫一眼着温主子手里的盒子 心里跳了跳 世子不是想弄死这世子妃吗 怎么又给她送了这么珍贵的药来 难不成 这世子爷其实是口是心非 怪不得罗婆子会被送出府呢 张婆子一拍脑门 看着温尔雅进去了 连忙把门给关上 暗暗咬牙拍着大腿 哎呀坏了 见风使舵使错了方向 卸身温使 见过世子妃 温尔雅一进去就先行礼 态度极好 得体又大方 沈眉景正奋斗呢 乍一听这声音 吓得立马抬头 绝带佳人呢 面前这屈膝汗手的女子 一看就是温柔动人型的 衣着打扮看着舒心 发际也没有太复杂 一张脸上脂粉薄湿 清纯秀丽 很容易就让人产生了好感 不必多礼 没想到竟然还会有人来看我 温尔雅将手里的药盒子 双手递过去 跟着道 世子妃也不必太过难过 世子既然让妾身将药拿来 就定然是惦念着您的 说话间 她飞快地抬头 扫了沈眉井一眼 想瞧瞧 大概是个什么模样 然而这一眼 温尔雅差点没能回过神 原以为是宁纯而故意夸世子妃 给她添堵 没想到这寡妇 竟然真的如此倾城 即使脸上一道伤疤可怖 也还能看得见 这人明艳不可方物的风华 一瞬间 她甚至想把手里的药 给收回来了 谁知道 沈眉井动作极快 一听说是药 歇过来就打开了 芳香扑鼻 闻着就知道是好东西 沈眉井笑了笑 伸手就挖了点 往脸上抹 她的脸很疼 没有镜子 也看不见样子 不过都能感觉到 在发炎流血 再不知就真的严重了 这世子爷 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 竟然会好心到 赏她去恒高 不用白不用啊 在人反悔之前 赶紧多挖两坨 磨磨 温尔雅都看呆了 世子妃脸上的伤疤 真的很可怕 红肿流血 生生坏了一张好脸 这样的疤痕 要是在她脸上 她肯定恨不得去死啊 然而面前的女人 还笑着 大大咧咧地抹着药 哪怕血跟着 糊了半边脸 她也只是借了 她的手帕去 将手指上的血 擦了 多谢你 沈眉景看着温尔雅 笑道 要是有机会 我会还你这份安情 回过神来 温尔雅笑道 世子妃客气了 现身不能久留 这就先告退了 好 慢走 沈眉景点头 又重新坐了下来 继续摆弄她的稻草 温尔雅退出去的时候 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 这样的女人 要是活下来 会是个很大的麻烦吧 张婆子就在门外等着 见温侧妃一走 立马就凑到门口去 小声地问了一句 世子妃 您饿吗 沈眉景挑眉 这话问得谄媚呀 先前不还说 她是个肮脏的寡妇吗 现在听着 怎么有点想讨好的意味啊 看了看手里的稻草绳 沈眉景放下 起身 拍拍手 走到门边 我自然是饿的 可惜世子说了 不能进食 哎呀 没关系 张婆子在门外 搓着手 笑道 晚些时候 奴婢给您弄点吃的来 您想吃什么 难为你这么替我着想 我想吃大个儿的包子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卖的 在长安一个铜钱 就能买个带肉的 有有有 肯定有的 晚些时候 奴婢替您拿来 好啊 我也不白知你的 沈眉景摸了怀里的一个铜板出来 从门缝里递出去 给你钱 张婆子是很喜欢钱 没错 然而在这世子府 他一个月的工钱 也就半两银子呢 这一个两个铜板 哪里还看得上眼 这世子妃也真是 没钱还不如不拿呢 一个铜板 张婆子 撇撇撇嘴 还是伸手接了 多谢世子妃 不用谢 这是你的跑腿费 你拿着吧 门缝里又伸出一只手来 张婆子漫不经心的抬眼 却看见那只手里捏着的是 一块银子 银子呀 连忙伸手接过来 颠了颠分量 张婆子笑得眉毛不见眼的 嘿哟 世子妃果然是大护人家出来的 就是大方 您等着啊 这些天 奴婢怎么也不会让您饿着 嘿嘿嘿 有这句话 沈梅景就直接把 已经快捆好的木梯子给拆了 原本 他是打算做个梯子出来 好找机会翻出去 偷东西吃的 没想到今天运气好 看守的婆子竟然向他投诚了 那这就好办了 插腰 看了看地上的木柴 沈梅景捞了捞袖子 又有了新的想法 宋良辰在校医院坐着 醋梅看着江新月 他叫了他来 坐下就开始哭 现在已经哭了半个时辰了 一句话都没有说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若是以前 他早该心疼地将人哄着了 可是他打他的那一巴掌 不知是因为男人的自尊心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看着他 总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 宋良辰心里的江新月 一直是善良懂事的 因为是门房的女儿 所以一直同他守着主仆的礼 哪怕分明喜欢他 却也乖巧地不靠近 府里的丫鬟取笑他 欺负他 他都忍着不吭声 只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 安静地看着他 他心疼极了那样的他 所以想好好护着 甚至不顾父王的阻拦 要立他为正事 想看他挺起胸膛 在他身边俯视众人的模样 想看他肆无忌惮地笑 然而这一场误会 真是让他身心俱疲 连面对他都觉得吃力 别哭了 江新月嗓子都快哑了 才终于等到宋良辰开口 心里的委屈更甚 刚刚的眼泪又接着往下掉 我还以为 你连心疼我都不会了 大哭伤身 事已至此 还是让自己好过些 我要怎么让自己好过 江新月红着眼 想说什么 又住了口 回头扫了旁边的丫鬟 和林峰一眼 林峰抖了抖 立马领着丫鬟出门 将门给关上了 你这是做什么 宋良辰垂眸 捏紧了手 现在你我根本不适合独处 独处怎么了 江新月起身 走到他面前 眼泪一颗颗的 往他手背上砸 梁晨 你是嫌弃我了 对吗 嫌弃我身子脏了 所以才叫我江仪 是吗 天知道他叫他那一声 他心里有多痛 感觉被全世界遗弃了一般 所以才失去理智地打了他 事后他也知道自己不应该 也知道他定然是生气了 但是他为什么不能理解理解他呢 他都这样了 他还要生他的气 你别多想了 我是因为答应了父王 以后与你一礼相待 不越举半分 所以才那么换你 答应了你父王 江新月跌坐在他面前 抬头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你的父王 你的父王 梁晨 你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吗 宋梁晨沉了脸 起身挥秀道 我不想听 是不行 还是不敢 江新月伸手拉住他的衣摆 眼神凌厉地抬头 他分明看见是我 分明看清了是我 这还是强行将我换在了冲塔上 梁晨 梁晨 你知道哪天玩着 我哭着教了你多少次吗 心不断地往下沉 宋梁晨 闭了闭了闭眼 纸节泛白 不要说了 我若是不说 你以后是不是就打算将我放在这里 再也不管我了 江新月挣扎着站起来 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他 声音沙哑地道 你是不是就打算这样认命 让我认了这一辈子都不能再和你再遇见 梁晨 我不想认命啊 喉咙有些发紧 宋梁晨心里顿痛 很想回身抱抱他 手上的青筋都凸起了 却还是生生忍住 不认命又能如何 我只能保你一生一世无忧 却再也不能与你做夫妻之好 他深吸一口气 抓着他放在腰间的手 慢慢扯开 我不会让任何人再碰你 然而我 也不会越去 江新月气不成声 咬唇跟豁出去了一样 伸手就退了自己的外袍 里头是一件月白青纱的顶裙 上头偶臂雪白 左骨诱人 宋梁晨皱眉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温香软玉扑了满怀 梁晨 宋梁晨 绷封紧了身子 脸色微微发黑 你放开我 江新月听着 无旦不放 反而更加抱紧了些 你要是觉得我赢见 那也认凭你 我只知道你今天若是这样走了 我与你这十年的相识 五年的等待 就统统都白费了 说吧 点起脚就吻上了她的唇 宋梁晨想推开她 江新月却拿了她的手 放在自己胸口 睁眼看着她 眼里满是绝望和痛苦 心软了 宋梁晨闭了闭眼 挣扎许久 还是颤抖着手 还住了她的肩 这是她喜欢了 这么多年的女人呢 已经卑微成了这样 她又怎么 怎么才能狠心推开她 唇齿娇缠 江新月引着她 往床上走 泪水洒了她一脸 又被她轻轻擦去 别哭了 温柔如水的 宋梁晨是她的爱人呢 江新月哽咽 轻声呢喃 你要了我吧 要我一次 我才觉得自己 没那么脏啊 宋梁晨心里一颤 忍不住低头 伸吻她 吻得江新月 都觉得发疼 要吗 面对自己深爱的女人 几个男人不想要 但是现在 她又如何 还能要 宋梁晨 理智还是很清醒的 然而江新月 抬腿 缠着了她的腰 磨得她的意识 都快一点点消失了 房间里好像很热 宋梁晨满头是汗 已经要将手 放在腰带上了 爷 关姐姐说 她已经将药膏 送去给狮子妃了 门外一声炸雷响起 明淳儿大大咧咧地 站在校医院主屋外头 看着紧闭的门 道 啊 奇怪了 大白天的 关什么门呢 理智瞬间 全部回楼 宋梁晨起身 正开江新月的手 喘了两口气 黑着脸 拉过被子来 给她盖上 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她这是疯了吗 差点就 疯了疯了 一定是疯了 水水头清醒了一些 宋梁晨朝外头道 你进来吧 江新月正愣地 躺在床上 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 听见开门的声音 闭眼转身 将被子拉过了头 明淳儿一脸天真的 跳进来 闻着里头的味道 微微挑眉 不过 倒是什么也没有多说 只看着世子爷 道 温姐姐身子不舒服 刚好路上 遇见了妾身 所以让妾身 过来给爷说一声 那屈横高 如此珍贵 世子妃的脸 定然很快就能好了 宋梁晨有些尴尬地 看了床上鼓起的被子一眼 拉着宁淳儿 往外走 道 高药是你温姐姐要送的 不是我要送的 你别弄错了 啊 是这样吗 宁淳儿 眨眨眼 可是温姐姐 不是一向只听爷的话吗 我没说让他送药 这样啊 宁淳儿回头看了主屋一眼 被拖着一路 到了外头的花园 爷 有句话 淳儿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宋梁晨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身子的热度 也就渐渐退了下去 侧头道 你但说无妨 刚才王妃那屋子里头 有迷情香 这样的东西 她在世子府里用 有些不太好 毕竟如今身份有别了 已经是王妃 还对爷游迷情香 算是不守复道 宋梁晨一阵 下意识地伸手 捂住了宁淳儿的嘴 后者眨巴着眼 十分无辜地看着她 这件事 你忘了吧 沉默许久之后 宋梁晨道 你一向心直口快 容易被人利用 王妃的事情 你别跟着他们掺和 我 明淳儿点点头 那爷要不要去看看 世子妃 已经关了一整天了呢 有什么好看的 提起内人 宋梁晨还是一肚子活 烦躁又充满力气 宁淳儿歪了歪脑袋 要是爷不喜欢她的话 不是更该去看看 她的惨状吗 说得好像挺有道理的 宋梁晨一顿 摸着下巴想了想 点头道 那就去吧 你同我一路 好 宁淳儿笑弯了眼 挽着宋梁晨的手 就往柴房走 一路上 宋梁晨忍不住 恶毒的响 这一天滴水未尽 柴房里那人 不会饿得 已经把去横糕 给吃了吧 说不定 蓬头垢面 在一堆柴火里 哭得撕心裂肺 这样想想 糟糕的心情 竟然好了不少 沈梅景现在越惨 宋梁晨就会越觉得开心 这种变态的情绪 无法解释 却是合理存在的 这两人刚跨进后院 守在柴房门口的张婆子 一个接梁 就站了起来 连忙喊了一声 哎哟 给世子爷请爱 宋梁晨挥挥手 示意她开门 张婆子连忙去开了锁 往里头喊了一声 世子妃 迎来看你了 沈梅景正在用稻草绳 扎最后一个木柴小凳子呢 文言抬头 就看见了推门进来的宋梁晨 以及她身侧的宁船 咋的 说还想起来看我了 良心发现啊 心里骂了两句 沈梅景还是笑盈盈地 站起来行礼 地方简陋 两位随意坐 明春儿抬眼扫尸一圈这柴房 下巴巴唧一声 吊在了地上 木柴和稻草搭的大床 就在窗边的位置 旁边还有木柴叠成的方桌 更是有两把精巧的小凳子 看起来就是世子妃 手上捆到一半的那种 屋子旁边还有挂衣架 正挂着它的外袍 衣架旁边还有一张小桌子 上头放着一匹草边的小马 多余的柴火都堆在另一个角落里 叠得方方正正的 这本来是乱糟糟的柴房 竟然被它在一天之内 变成了一个古朴的房间 太不可思议了 宋良辰也同样惊愕 然而惊愕之后 心里的不悦 就跟大浪拍案一样 啪啪的 老子关你进来 是要看你痛苦 看你落魄的 结果一天不给饭吃 压得还活蹦乱跳的 让人随意做啊 一口血差点喷在他脸上 宋良辰黑着脸 站着 吃笑道 什么破烂东西 也敢叫本世子做 沈梅景将手上最后一个木柴凳子 随意扎好 无气不脑的道 也对啊 那世子爷就站着吧 宁主子请坐 姐姐叫我唇儿就好了 宁唇儿一点不客气的 就在桌子边坐下 开始动作有些小心翼翼 一试探发现 这凳子还挺牢固 放心的拍了拍心口 哇 姐姐真是心灵手巧 嗨 待着没事做 正好动手弄点东西而已 宁唇儿一脸钦佩地看着他 感叹 要是别的人被关进柴房 这会儿肯定是哭闹不止 不会有人有解决这样的胸襟 宋良辰站得有些尴尬 看着这两个女人竟然聊起来了 忍不住冷哼一声 哼 她这叫什么胸襟 不过是闲着没事做而已 世子说得对 沈美景笑咪咪的道 我被关在这里没有事做 不就只有苦中作乐了吗 收拾收拾房间 自己看着也舒服 和乐而不为呢 您唇儿点点头 笑道 可是也不是每个行着没事做的人都能想着苦中作乐的 唇儿还是佩服姐姐 瞧着孩子一脸真诚的敬佩 沈美景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干笑了两声 也在凳子上坐下 这里没有茶水 怠慢了 宋良辰最见不得的 就是他这副已然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的模样 这个人适应能力怎么这么强啊 这是柴房哎 能不能有点落难的觉悟啊 不过他这么站着也觉得累啊 瞧着那木柴凳子看起来还挺奇特的 世子爷皮皮嘴往桌边走了两步 又觉得有些拉不下脸 沈美景十分随意的道 哦 这还有一张刚扎好的凳子 也坐吧 哼 宋良辰啤啤嘴 顺着台阶就下 一脸嫌弃的坐了下来 木柴硬实 可是这凳子上头竟然还绑着稻草软垫 坐着一点不扎人不说 还很舒服 宋良辰忍不住打量沈美景的手 这些东西都是他一点点弄的 那双手的手指已经是通红 还有两处被划破的地方 加上脸上依旧还猙獰的伤口 也算给他找着点心里安了 对了 世子爷突然来访 是有什么事情吗 沈美景好奇地问 宁淳儿嘴快地道 也只是来看看你 看你过得怎么样 看我 沈美景呵呵笑了两声 是看我死没死吧 结果没死 样子还挺自在的 这世子心里定人是很不爽的了 不过没办法呀 他这人哪怕是在最低谷里 也会想办法种朵花 沈美景一脸感激 妾身挺好的 也不用担心 爷还请自己保重身体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让人不爽呢 宋良辰皱眉 侧头看似眉景 这人又是一脸认真的感激 完全没有嘲讽的意味啊 他想多了 游游头 宋良辰 敏唇道 我身体好着呢 用不着你操心 来只是想告诉你 关于我们的亲事 我已经写信给了许家人 看他们有什么看法 等到了回音 再看要如何安置你 沈美景 微微一焦 爷怎么说的 宋良辰 美好气得到 事实是如何 我自然就是如何说的 你做的好事 我全都写在了信上 听闻许家门风严谨 若是这样还包庇你 那我也没话说 你是爱着许家的面子 才没直接弄死我了 沈美景苦笑 这世子爷一定不知道 许家对他的态度 还以为他是被送来 联系许家和燕王关系的 根本不是啊 他当初嫁给许家二少爷 许子金 许家老太太 是看在莫桑的面子上 才勉强同意的 结果大婚当日 许子金就溺水而死 为此许家上下 算是恨透了他 总觉得他是个灾星 客死了许子金 在许家 他做了整整半年的奴才 挨打挨骂 连累自己的弟弟 沈山水也成了马夫 受尽了苦难 最重要的是 还没有工钱 许家老太太 估计是觉得 养着他 费了粮食 瞧着模样还不错 就打扮打扮 来讨好燕王了 要是知道这边 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许家的第一反应 一定就是 撇开与他的关系 半分不会包庇不说 指不定 还怎么落井下石呢 沈眉景有点忧伤 这路 咋就这么难走呢 等许家回信 爷说世子会放他出去了 说不定就直接磨刀霍霍 宰了他 怎么办呀 脑子飞快地动起来 沈眉景定了定神 叹息着 道 爷还是觉得 新娘子护患 是妾身的主意 宋良辰 逆着他 不是你 还能是谁 妾身图个什么呢 燕王也稳重 后院人又少 妾身若是老实嫁过去 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境地吧 宋良辰瞇了瞇眼 说他父王稳重 是什么意思啊 觉得他不稳重 心里不爽 口气也就极差 谁知道你怎么想的 指不定觉得父王年岁已高 身子不好 还是想嫁个年轻弃生的呢 话说的有些难听了 宁传儿都忍不住皱眉 拉了拉宋良辰的衣袖 宋良辰轻哼 逆着沈眉景 想看他会不会恼羞成怒 然而 对面这人压根就没什么反应 完全没将他的话放在心上 依旧是笑咪咪的 世子爷说笑了 比起年轻气盛的 妾身一贯更喜欢成熟稳重的男人 而且嫁过来之前 妾身也不知道燕王身 妾身子不好 所以世子想的事情完全不存在 宋良辰一噎 别开头 道 反正你二嫁过来 不就是贪慕荣华富贵吗 谁知道你怎么想的 总是觉得世子妃比王妃好呗 沈眉景想了想 转头看着宁淳儿 道 宁淳儿 子爷做一笔交易 交易 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本吗 有 沈眉景 沈眉景十分自信地伸手指着自己 沈眉景 妾身这条命 就是最大的资本 宋良辰挑眉 不屑 你的命也在我手里 为什么我还要和你交易 爷自己也看得见 这柴房是关不死妾身的 反而让妾身过得更自在了 想必你也不舒服吧 要直接杀了妾身 又爱着许家在 爷不觉得烦躁吗 觉得呀 宋良辰眯眼 看了看他 终于是忍不住好奇 问 你想做什么交易 很简单 爷只需要答应妾身 饶妾身一命 妾身愿意让出世子妃之位 主动被休起 甚至会帮着您 替许家解释 宋良辰呆了呆 有些不可置信 你 你愿意让出世子妃之位 本来就不是妾身的东西 自然是不必霸占着的 这样一来 教医院的那位 想必心里也会舒服不少 爷大可将世子妃之位悬空 陪伴那位大佬 这何尝不是一种厮守 说得好有道理的样子 宋良辰仔细想了想 若是这人肯主动被休气 那许家自然怪不着父王头上 他也说了自己还会给许家解释 可是这之后 他可就是寡妇二家 又成弃妇 声名狼藉 估计出门就得被石头砸死吧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就是为了让他饶命 宋良辰不信 这定然是以退为进 想博取他的同情 然而世子妃的位子都没了 有他的同情又有什么用呢 沈梅景安静地等着他想清楚 一点也没催他 宋良辰沉默良久之后 终于开口道 被休气之后 你想去哪里 这个呀 沈梅景挠挠头 我去燕王府坐下人吧 听说燕王爷宽厚 府上奴婢的待遇也不错 逢年过节的还有赏钱 到时候如果爷愿意 还可以写封推荐信 宋良辰直接被他气笑了 他的女人想跑去燕王府坐下人 就算是休了 他也是他的人 弄防花烛过的人 还有推荐去别处的道理 还真是喜欢成熟稳重的男人 身子都丢了 也想往燕王府跑 想法不错 你想被休气 我成全你 让出世子妃之位 我可以饶了你的命 并且暂且相信 换新娘的事 真的不是你做的 沈眉景偷偷松了口气 这世子原来不笨呢 还以为以他的脑子 不一定想得清楚呢 那 但是你想去燕王府 就别想了 宋良辰勾着唇角 道 我院子里正缺个粗屎丫鬟呢 怎么还用往外推荐人 啥 沈眉景有点傻了 您看着谢身 不觉得个应吗 他看着他都觉得个应了 你是世子妃 看着是挺个应的 但是当下人就不一样了 这语气听着 咋觉得后背有点凉嗖嗖的 再悄悄打量一下这世子爷的表情 好像也没带什么善意啊 沈眉景咽了口唾沫 心里泛嘀咕 他让了世子妃的位子出来 这笨蛋世子该不会还觉得 他是有意与江心月换盖头的吧 没这么蠢吧 谁费尽心思去换了盖头 还会甘心被休憩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他就是为了证明清白 才这么做的呀 虽然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许家 但是他也真的是不稀罕这个位子 反正也坐不稳 不如提前跳车保平安 但是坐世子爷院子里的粗屎丫鬟 沈眉景敏唇 这坐得好了 说不定能翻身 要是坐不好 估计不用世子动手 小白菜都能一根手指捏死他 在柴房里也是死 出去也是死 选哪个 沈眉景深吸一口气 笑盈盈地对宋良辰看守 那就多谢爷了 奴婢以后一定会好好干活 宋良辰心情好了不少 微笑道 既然交易达成 那等会儿你就可以出去吃东西了 吃完东西写一封家书回去解释一下 我也好给你修书 至于父王那边 等许家的答复回来了 再知会也不迟 听着有吃的了 沈眉景立刻精神了一些 世子英明 这女人脑子多半有问题 这是宋良辰观察了许久 得出来的结论 当寡妇当得活蹦乱跳的 当弃妇竟然还兴高采烈 她是没吃过苦吧 在许家被保护得太好了 没看过人白眼 逆着她这态度 她竟然跟着觉得有些轻松 仿佛天下什么事都不是事 都可以笑着过去似的 心里微微松动 宋良辰敏纯 正想说点什么 却听见深夏嗨的一声 木柴捆的凳子突然散开了 沈眉景瞠目结舌地看着 柿子爷在她面前掉了下去 摔在地上啪的一声 倒吸一口凉气 沈眉景伸手捂住了脸 刚刚最后一个凳子 扎得太急了 好像没太扎稳 这 宋良辰阴着脸 从一堆柴火上站起来 没吭声 沈眉景默默地就跪下了 捂着眼睛问 刚刚发生了什么 宋良辰皮笑肉不笑 你说呢 老天爷都不让他原谅他 长这么大 他可从没这么狼狈地摔了个四脚朝天 心里的怒火又升上来了 磨得牙咯咯作响 沈眉景缩了缩脖子 憋了一会儿 一本正经地抬头 道 啊 想必是因为世子身上肩负着烟地的未来 有着半边天下的重量 所以奴婢捆的木柴凳子 根本承受不了 罢了 梁酒之后 他甩了袖子往外走 你先出去吃东西写信吧 事情完了之后 就去主院报到 是 梅景扶在地上 十分恭敬地行着大礼送他离开 宁川在外头等着 看世子出来 笑嘻嘻地就迎了上去 跟着他一起往外走 嘿嘿 世子妃与您说什么了 宋良辰板着脸 道 他以后不是世子妃了 啊 宁川儿垮了脸 嗯 爷 您别冲动啊 那毕竟是许家的人呢 王爷那边 我知道 但是是他自己要求的 从今天起 做我主院里的粗屎丫鬟 自愿被休憩 宁川儿瞪大眼 完全无法理解 世子妃这个位置 后院里多少人拼了命 也得不到 他怎么会就这么放弃了呢 忍不住怀疑地问了一句 也威胁他啦 宋良辰好笑地停下步子 掐了掐宁川儿的脸 你这丫头啊 在你心里也就是那样的人 他自己提出来的 我可什么都没说 哎 疼 嗯 正开他的手 宁川儿摸着脸 皱眉嘀咕 那是问什么 谁知道呢 不过他想在我面前玩花样 自然是不可能的 咱们走着看好了 张婆子把神眉景带去了厨房 一脸复杂神色地给他拿了两碟小菜 一碟肉和一碗饭 多谢 宋美景一点没客气 接过筷子来 吃得十分快 动作竟然还很优雅 张婆子就震惊地看着他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姿态 在两炷箱之内吃了两碗饭 菜碟子里一点东西都不剩 您以后要再煮一二次好 张婆子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了 本来还觉得是个可以东山再起的人物 结果竟然自己把自己弄成了丫鬟 但是掂量着 他毕竟还给了他一两银子 张婆子也没亏了他的吃食 哦 您换我美景就好 我也不是多金贵的人 当下人也挺好 张婆子在这世子府算得上是老人了 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嘿 还真没见过美景这样的 一点架子都没有 还会说话 虽然是个寡妇出身吧 她竟然也不怎么觉得讨厌 唉 可惜了这张脸咯 你自个儿爱护好自己吧 只要还在世子爷跟前 以后也不是没有翻身的可能 美景将碗筷拿到一边的水池边去洗了 笑道 我不惦记着什么翻身不翻身 只要世子府给发工钱就成 是 有些无法理解 张婆子摇摇头 还是领着他去了主院 下人拿了纸笔过来 是美景就在主院里的石桌上将家书给写了 你先跟着换纱去洗衣裳吧 宋管家打量美景两眼 心情也有点复杂 就在后头的庭院里 好的 美景点头 跟着引路的人就去了 管家把他写好的家书给了世子爷 宋良辰接过来 打开一看 正住了 不是因为美景写了什么不该写的 而是这字 他头一次见人能把流体写得这样传神的 于是也会书法 字体捐秀 他自己也会书法 写的是掩体 见过不少帖子和名作 今儿竟然会被沈美景写的字给惊艳了 这女人到底会多少东西啊 宋良辰皱眉 伸手摸了摸信 才开始认真看 不孝女无德 不配做世子之妃 错乱在前 坏人姻缘在后 理应被修起 无言回京见人 甘在燕地为奴 误念 没有哭诉 连隐含的责备之意都没有 就是这么坦荡 就是这么直接 看得他反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翻来覆去找了找 没有藏头 也没有秘语 宋良辰 敏唇 将信装进了信封 递给管家 送出去吧 是 管家拿着信就走了 宋良辰坐在书桌后头 陷入了沉思 脑子里想过一百零八种 审美景的险恶用心 然而没有一种是成立的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人呢 后院里 换纱正苦着脸 看着面前几个大盆子衣裳 自家世子爷换衣裳比换女人还快 可怜他这个小蛮腰都快累垮了 还没将衣裳全部洗完 刚想抱怨两句呢 背后就来人了 换纱连忙住嘴 坐下来开始洗衣裳 就是这里 你去帮着换纱就行 引路人对沈眉景道 世子很爱干净 衣裳都要洗紫谢谢啊 好 沈眉景笑着点头 十分有礼的沐总那人离开 然后转头 换纱心里还在想 是哪个倒霉蛋竟然也来洗衣裳了呢 回头一看 就看见了沈眉景 是 是子妃 沈眉景有些意外的瞧着眼前这丫鬟 拿了小木凳过来 在她旁边坐下 好奇的道 你怎么认识我 换纱结巴了 看着旁边这人的脸 竟然有些脸红 她 她没有你的小样 四处在看呢 啊 看来都对我很好奇啊 的确是好奇 大家都想知道 什么样的寡妇 才能高攀上燕王爷 攀上燕王爷就算了 竟然还想嫁给世子爷 府里的小样 是从燕王府流过来的 据说还有一幅画像 定亲的时候用的 不过这真人 当真是比小样 好看了不知道多少倍 哪怕脸上多了道伤疤 因为她笑得好看 那疤看起来也一点不猙獰 世子妃怎么会来这里 沈眉景拿了她盆子里的衣裳 来看了看 转身去打水 我不是世子妃了 今天开始就跟你一样 是个洗衣上的丫鬟 你叫我美景吧 换纱傻了 呆呆地看着她 拿过灶脚 倒了水在盆子里 沈眉景十分麻利地 就开始洗 这些衣裳 比起许家那些 故意倒了油汤的破衣 简直是小菜一碟 等换纱回过神来的时候 面前的衣裳 已经少了一半 没心思洗衣裳了 换纱小声 给美景说了一句 如厕 便飞快地跑了出去 不得了了 世子妃变成洗衣丫鬟了 换纱冲进下人房 就忍不住大喊了一声 正在休息的一群丫鬟 纷纷回头看着她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 接着 众人就七手八脚地 将换纱给架了进去 关上了门 那寡妇竟然成了丫鬟了 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要过在柴房里三天吗 这才一天呢 你见着她了 换纱喘了口气 摆了摆手 你们慢慢说 我见着她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她现在人就在后院里 此话一出 一群丫鬟集体轰动了 纷纷叫着就要往外跑 最近这审美景 可算是世子府里的热门人物 能有机会近距离围观 自然是不能放过 换纱都没能跟上他们 一群丫鬟 争先恐后地 飞快地挤到了后院门口 就他们这点八卦的时间 沈眉景已经将衣裳洗了大半 逼着头 坐在木盆边 继续拿着下一件来洗 丫鬟们站在后院口子上 没敢吭声了 本来是稀稀哈哈地来看热闹的 结果看着面前这人 笑都有些笑不出来 沈眉景已经换了粗布裙 可是就算手上全是皂脚 一把也有些湿了 风华却不减半分 曾经说梅的人 去燕王府牵红线的时候 说这寡妇 有炼焰波光 洞春之色 当时他们还都说 媒婆的嘴巴真是会说话 现在当真看见了人 才发现媒婆其实也会词穷 嘴巴一向最多的丫鬟 此刻也说不出一句嘲讽的话 只呆呆看着 静默无声 幻纱心里平衡了 不是她一个人会看诗神 大家都一样 也就没人说她什么了 沈眉景听着点动脚 突然侧过了头 后头站着的丫鬟 吓得集体后退一步 有胆子小的 直接扭头跑了 你的医生 不要洗了吗 沈眉景挑眉 扫一眼那群丫鬟 笑着问幻纱 哇 要洗的 幻纱雷忙过去 看了看木盆里 竟然只剩两件医生了 心里顿时有些感激 多谢你了 沈眉景摇头 没理会旁边的人 继续往衣裳上抹灶脚 一群受了点惊吓 觉得十分没面子的丫鬟 都退回了房间 一阵沉默之后 还是有人不服气地开口 什么嘛 你们竟然被他吓成那样 他现在都不是狮子飞了 还说我呢 你不也是这样吗 素衣翻了个白眼 平日背后说人家怎么怎么的 说得那么起劲 一看见人 还不是吓得往后跑 谁跑了 白诚撇嘴 我只是站累了 要回来休息而已 那寡妇有什么好怕的 笑话 不就是长得跟狐狸精似的吗 你可仔细写 罗婆子的教训就在前头呢 让爷听见你说寡妇 你也可以回家种田去了 一群女人在一起 很容易就在一个人身上找着话题 然后以乐此不疲的八卦 结成友谊 或者凸显自己知道的最多 很显然 沈眉景最近一直是他们的话题 寡妇嘛 够人戳几两股好久了 所以今天这一遭 大家都不愿意显出什么动摇的心思 强撑着面 也要继续说沈眉景的不对 统一战线 虽然沈眉景压根没有得罪他们什么 这是人的坏毛病 有了沈眉景 换纱不费什么力气 就将衣裳全部洗完了 顿时开心的不得了 我可以去休息了 沈眉景还在晾衣裳 文言点头 多问了一句 柿子的衣裳要熏香吗 啊 要的 只是那熏香没什么味道 又很麻烦 所以 无妨 你告诉我在哪里弄就是了 换纱纸了纸 旁边的一间小房间 是在那里 你会弄吗 他可不想再增加工作量了呀 啊 不会 你去休息吧 好 换纱呆呆地点头 看着沈眉景的背影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大户人家的女子 怎么干起粗活来 也这么卖力 回去房间里 一群丫鬟正阴阳怪气地 在说话 白长道 反正我觉得 那寡妇不是什么好人 看着就不顺眼 换纱听着 将门关上 忍不住 道 他人挺好的 帮我洗了好多衣裳 还拿去做鲜香了 一群人的目光 顿时往他这里看了过来 素衣道 人家给你洗两点衣裳 就把你给收买了 换纱一呆 旁边的白长对素衣道 他一贯傻 你又不是不清楚 人家抢了他的饭碗呢 他还敢进人家帮忙 等明儿管家发现那寡妇 一个人就可以洗完衣裳的时候 换纱也可以回家了 有些难堪 换纱低头道 我只是觉得他没什么架子 做事又认真而已 一群丫鬟都吃笑着看着他 纷纷四散开 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去 同一间大屋子睡觉的七八个丫鬟 换纱瞬间就被孤立了 沈梅景闻着屋子里放着的熏香 还真是如同幻纱所说 没什么味道 也不知世子爷是什么嗜好 让熏这样的香 不过现在天色还早 他也没有事做 就先调好香 等明日衣裳干了再弄 沈氏 别找你 正调着香呢 背后突然响起了林峰的声音 沈梅景微微吓了一跳 放下东西 转身看他一眼 点头 赶紧大人带路 宋良辰写个修书 写了一个时辰 倒不是因为内容有多难写 而是他觉得 自己的字吧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总不能还不如一个女人的字吧 所以已经临摹了好几张帖子 选了个最满意的字体 写了一封修书 瞧着外头林峰带着人进来 宋良辰逆着沈梅景 将修书网桌上一放 呢 你的 拿着这个东西 你与我就再也不算是夫妻 你就安心地当你的下人吧 沈梅景伸手把修书拿过来 看也没看 放进怀里收好 行礼的 啊 多谢侯爷 宋良辰 瞇了瞇眼 你不看看吗 为何要看 修书不都是一个格式吗 书桌后 作者的人沉默了一会儿 闷声道 嗯 你还是看看吧 难不成这次写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沈梅景心里一跳 灵王将修书拿出来 看了看 既以二心不同 难归一意 快会及诸青 以求一别 物色书之各还本道 愿妻娘子相离之后 重书缠病 眉扫峨眉 乔城窈窕之姿 选聘高官之主 弄影亭前 美笑情色和韵之态 解怨世节 更莫相增 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这不是普通的修书格式吗 什么都没多写啊 沈梅景看完 抬头 好奇地看着宋良辰 宋良辰还等着他 惊叹一下他的字好看呢 结果就看这人一脸 有啥好看的茫然神态 看着他 心里一股子无名火起啊 宋良辰板着脸 道 看完就收好 下去继续干活吧 哦 沈梅景收拢修书 可是奴婢的活已经干完了 干完了 世子爷不满意了 谁给你分配那么轻松的活啊 这个还没天黑呢 林峰 带着他去找管家 府里还有什么事情 交给他一并做了 沈梅景倒吸一口凉气 他又哪里得罪这位爷了呀 还是说这人性格就是这样 见不得人家过点轻松日子 林峰领命 朝沈梅景做了个请的手势 无奈 在他的屋檐下 他就是老大 沈梅景认了 跟着往外走 修书已经给了 宋梅景就立刻通知了全府上下 此后沈梅景换作齐名 不再是世子妃 只是府中奴婢 当然 校医院还是重点通知了一下 江新月正坐在院子里发呆 一张脸憔悴得很 给王妃请安 旁边有人行礼 江新月转头一看 是温儿雅 原先在府里 也就是这温主子 对她不打不骂 每次态度都还不错 所以现在 江新月也没有多为难她 伸手请她坐 王妃可听见消息了 你是说世子妃被修的事情吗 是她给我的交代 我知道 温儿雅看着她的神色 叹息 虽然被人所害 使得您与爷不能相守 但是一看就知道 爷心里还是惦记您的 惦记她吗 江新月苦笑 她若是当真惦记我 就不会将我放在这里 一直不来看 温儿雅挥退了身后的丫鬟 轻轻拉着江新月的手 安慰 王妃想错了 也是因为看见您会难过 所以才没主动往院子里来 您也该想想她的心情 江新月微微一正 转头看着她 是这样吗 谢神跟了爷这么久 爷在想什么 谢神还是知道的 王妃放宽心 养好了身子 以后才能天天见着爷呢 江新月 江新月想了想 好像说的也在里 心里顿时也舒服了不少 勾了唇脚 问 那那个管妇 那那个管妇 现在怎么样 可惨了 谢神都不忍心看 在主院洗了几大盆子衣裳还不算 也嫌她干活少 又让管家给她找事做 变着烦啊 给您出气呢 江新月没忍住 呼吱一声 惊笑出来 见她乐了 温尔雅又伸手 递了个玉镯子过去 这是爷让妾身送您的 现在能帮着爷 传传话的 也只有妾身了 江新月一愣 接过玉镯子来 眼眶又湿润了 手不停摸缩着 小心地给她自己戴上 温尔雅微微笑着 看着她 沈美景背着个大碑楼 在夕阳之中 出了世子府 管家说了 也没有别的活要做了 本来是打算 让家丁出门 采购府里短缺的 布匹跟丝线的 爷既然吩咐了 那就让美景去吧 这边的布砖火技少 一向是不送货的 都是人自己上门去搬 所以现在 美景就跟个老太婆一样 拱着身子 一边走 一边看着手上的清单 丝线七色 各两扎 粗布八匹 细布十匹 沈美景十分怀疑地 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身后 十八匹布 就给她这么一个背篓来装 装得下吗 还是说 世子府上的人 都是天赋异禀 每次都是耍杂技 顶在头上回去的 疑惑地走进布庄 掌柜地 接过她的清单 看了看 是世子府上的 怎么就来了你一个人 沈美景 眨眨眼 平时是来多少人啊 世子 提了咱们这补装 火机少 又瞧着质量好 每次都是让十个加奴 过来取货的 你一个人来 又是女子 恐怕搬不动吧 呃 这得多大的愁 多大的愿 才给她出这种难题啊 宋管家这察言观色的能力 还真是不错 知道世子爷不待见她了 立马给她摆个刀山火海 让世子爷开心开心 人生啊 真是艰难 算了 掌柜地替我将布匹都捆在一起 成吗 我扛回去好了 掌柜地呆了呆 啊 这全部吗 嗯 我试试 蹲了蹲 掌柜地合拢了下巴 还是照做了 十八匹布 并上两捆丝线 九匹一垒 两捆捆在一起 有个衣柜那么大 木桩里还有其他客人 都十分惊讶地往这边看 沈梅井深吸一口气 大喝 立马深吸气该是 哎 嗯 然后扯着绳子 就将这一大坨 往肩上一扛 整个人被十八匹布给压着 砸进了地板里 四周鸦雀无声 掌柜地捂了五脸 沈梅井一脸淡定地将背后的东西 推开 问掌柜地 啊 您这儿有木板吗 我拖回去好了 有 有的 掌柜地拿了块废旧的门板出来 铺了层纸 再将布匹和丝线 替它绑上去 多谢 哎 你 沈梅井笑了笑 费劲地将布匹给脱出了布状 恩头牛似的拉着往世子府走 天色渐渐晚了 街上的人烟稀少 这样也好 没人看得见他这么狼狈的样子 浑身是汗 头发都贴在了脸上 汗水咬到脸上的伤口发疼 一身粗布衣裳 也脏兮兮的 这副样子 要是在子妻面前 他还认得出来吗 沈梅井黑黑笑了两声 往前看着 假装当路的镜头 是许子金在等他 然后咬着牙往前走 就快到了吧 东西实在是太重 这家布庄的称布新 不知道是啥材料做的 死沉死沉的 洗了一下午的衣裳 就算许子金在他前头 对他伸手要抱抱 他也觉得累得要倒下了呀 喘着气 肩上还拉着绳子 身子往前倒得 快贴近地面了 都还是拉不动 沈梅井保持这个姿势 脑子里有点放空 这可真有意思啊 街上响起了笑声 沈梅井压根没听见 更是没注意 有人骑着马 从街道上 尿而郎当地经过 拿了小摊上的剪刀 给人丢下几个铜板 便往他这里来了 哎 湾刀 你看着 主子给你表演个马上飞紧 哎 主子 声音越来越近 马蹄声就在他耳边 沈梅井刚回过神来 就觉得肩上突然一松 哼的一声 他整个人往前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湾刀看着自家主子骑着马 飞快地剪断了那妇人肩上的绳子 忍不住低喝一声 哎 主子 人家摔着了 啊 城北望乐了马 叫了一声 连忙下马去看 他就是今天心情好 想寻寻乐子呀 真伤着人 可就不好了 喂 没事吧 将人扶起来 城北望看着地面上的鞋 心里一跳 弯腰连忙跟上来 将梅井给翻了身 城北望傻眼了 这哪里是什么邋遢妇人呢 分明是个绝色女子 还好 只是摔了点鼻血出来 主子 人家拖着重物 您突然剪断了绳子 会摔得很疼的 关刀 敏唇道 城北望还没回过神 拿着帕子 将沈梅井脸上的血 和泥土都擦了 仔仔细细地 将他又看了一遍 这么好看的女子 谁这么狠心 竟然要他脱这么重的东西 哎 哎 他晕过去了 城北望倒回过神来 咱们不去世子府了 带他回去吧 弯腰点头 转身去顾了几个历史 将布匹一并带回去 夜幕降临 宋良辰洗漱完毕 坐在宁淳儿的侍女楼里 悠闲地喝着茶 宁淳儿坐在他旁边 忧心地道 都这么晚了 买景回来了吗 你管他做什么 我就出去拿点东西 现在应该已经在下人房里休息了 姐生是真的觉得 美景挺好的 现在修书给了 爷要是再故意欺负人家 人家也可能直接走了 那么好看的人 爷不觉得可惜吗 走 宋良辰一愣 接着皱眉 他是我的人 还能往哪走 唉 修书都给了 他怎么还是爷的人呢 好像是这个道理 宋良辰揉了揉眉心 他怎么就忘记了 修书给了 也没有卖身器 那女人要是想走 直接走了就是 大不了不要工钱 工钱又算得了什么 我家呢 沉默一会儿 宋良辰还是忍不住起身 去门口 道 去问问我院子里那粗屎丫鬟回来了没 林峰领命去了 不一会儿就回来 皱眉道 竹子 人还没回来 心里一跳 宋良辰沉了脸 甘心被他修起当个丫鬟 就是为了找机会逃出府 他一个异乡女子 费尽离乡的在这地方 能跑去哪里 抬脚想往外走 想着屋子里还有个唇儿 又硬生生的停了下来 语气不太好的道 最近外头可是有些乱 她跑出去肯定会后悔的 林唇儿走过来道 爷 您还是去找找吧 堂堂世子爷 半夜三更出去找个丫鬟 我有病吗 她已经与我没了夫妻之名 死活都不关我的事 宁唇儿古怪地看着她 一双水灵灵的眼睛 像是能看透她一样 宋良辰别过了头 闷声 我今晚还是回去睡了 你早点休息 也慢走 宁唇儿也没开口留 就瞧着她甩了袍子 跨门出去 鼠子这是做什么 旁边的丫鬟金粉道 白白惹世子爷生气 今日可是该您事情的 你不等 宁唇儿摇摇头 微笑 那以后你就明白了 金粉有些茫然 不过想着自家主子 也不是一个会吃亏的主 也就罢了 一路往主院走 宋良辰抿着唇 没说话 都快走到门口了 才停下来问 他去哪里 买什么了 管家让他去布装提货了 日落时分去的 现在还没回来 提货 宋良辰回头 他一个人 是 宋良辰气了个半死 明明知道他对这里 一点都不熟悉 为什么让他一个人去 林峰看了他一眼 低声 不是楚娇故意为难他吗 管家给过他地图了 我 宋良辰抿唇 没法反驳 的确是他想为难他一下 下头的人 都是一贯会看脸色做事的 自然不会让那女人好过了去 但是为难归为难 没说把人放跑了呀 还有账没算完呢 就这么跑了 不是更给他添赌吗 背马 出去找人 宋良辰扭身往外走 父王那边还不知道情况呢 别先把人丢了 以后没个交代 林峰跟在他后头 很想提醒他 就算找人 您也不用亲自去的 不过看主子气得这模样 他没敢吭声 最近主子发脾气 还真是莫名其妙 根本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凉匹马往布庄去了 已经关门的布庄 都被活生生敲开了 掌柜的一脸心松帅意地 看着外头 看亲来人 吓得立刻清醒了 狮子姨安好 打扰了 宋良辰汗手 脸色不太好看的问 今日可由我府上丫鬟来提货 提起这个 掌柜的印象十分深刻 有的 那丫鬟一个人拖了十八匹不回去呢 可看呆我们了 还当真是来过 没有直接逃跑 宋良辰微微一愣 接着问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黄昏时分就走了呀 掌柜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人还没回去吗 黄昏时分到现在 起码已经两个时辰了 他就算用爬的 也该爬回府里了吧 宋良辰朝掌柜的摆摆手 继续翻身上马 诶 柱子 要不要去衙门支会一声 最近燕地颇不平静 拐卖妇女幼童的人还在活动呢 属下担心 宋良辰捏着马缰绳 闭了闭眼 你去智慧衙门 实在不行 就调动幼军找找 调动幼军会惊动王爷的 还管得了那么多 宋良辰嘀吼了一声 林峰闭嘴了 要转马头就往衙门跑 心里这慌张和不悦的感觉 来自于自己的东西 可能要被别人碰了的异想 一想到沈美景的身子 可能被其他人触碰 宋良辰突然觉得有点想杀人 无关感情 占有欲之东西 谁都有 他是他的人 那别人谁都不能碰 哪怕他已经修了他 都督府 城北望试着拉拉拉 放在旁边的十八匹布 嘖嘖两声 看着弯刀道 你说这么重的东西 它这么柔弱 怎么脱了那么远呢 弯刀摇头 主子 人家怎么脱那么远的 属下不知道 但是您把人给弄得摔倒了 到现在都还没醒 是事实啊 脸上有些挂不住 城北望轻叹一声 弯刀 你给你家主子两份薄面 行不行啊 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 我认呢 可是他现在就是不行 有啥办法啊 弯刀看了看 床榻上睡着的人 已经有丫鬟给他 换了一身舒服的衣裳 脸也擦过了 暂时安置在 自家主子的院子里 这样好看的姑娘 他就不信 自家主子没别的想法 哎 这人应该是世子府的 既然一直不行 那主子 将他留在这里也不太好 不如送回去吧 你哪里看出 他是世子府的 城北望挑眉 世子府上 要是有如此角色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弯刀指了指 旁边放着的清单 啊 他身上带着的东西 用描金水印 花圈纸的人家 除了世子府 还有哪里 城北望拍了拍脑袋 哇 你可真够激烈了 我都没有发现 既然是世子府上的 那就更好办了 我直接问娘臣 咬人便可 看吧 果然是图谋不轨 弯刀没忍住 提醒他 主子 您府上的后院姨娘 已经十八位了 夫人说 您要是再往府里塞女人 她和老爷就集体离家出走 城北望苦恼地往床边一坐 可是这个比前面十八个都漂亮啊 我就喜欢收集美人 怎么啊 那他们也是自愿跟着我的呀 赶都赶不走 弯刀撇撇嘴 那你想要人 也得等这位姑娘醒醒 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吧 那有什么不愿意的 城大少爷 微微一笑 多少姑娘赶着进我都督府的门呢 先不论身份吧 就说她这相貌 见眉鹰目 身长八尺 每次出去 都得被多少燕地少女塞手帕香囊啊 还有大胆地 给她塞过肚兜的 也就不提了 只要是个女人 还有她城北望 勾搭不到手的 就这么决定了 城北望笑咪咪地道 你去通知两臣 我在这守着她 弯刀抿唇 还想说什么 看自家主子那一脸兴高采烈的 也就罢了 转身出去找马 城北望低头看着床上的人 正想点儿郎当地再说两句话呢 却见有晶莹的水珠从她的眼角落下来 滴进了枕头里 正了正 城北望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好奇地看着这个女人 这时候有多少血才会在梦里的破 她脸上还有一道伤痕 也不知是谁这么恶毒 瞧她那一身打扮和脱那么重的东西 在世子府怕是被人欺负了 宋良辰不是刚成亲吗 难不成是新夫人太刻薄 把她身边的美貌丫鬟给整成了这样 她就说那江青月看起来就不像个善茶吗 良辰到底是人迷了心 哎 她要是当真无法保护这丫鬟 那她来也未尝不可呀 看着她发了好一会儿的呆 城北望去找了药膏来 替她擦了擦脸上的伤口 又拿了梳子将她的头发稍微收拾了一下 嗯 还不知道你换做什么呢 等醒过来了 一定要告诉我 笔笔咕咕 边整理边说话 城北望瞧着美景的脸 当真是越看越喜欢 哪怕有个疤痕 也一点不影响 她看见疤痕底下完美的脸 正看着呢 外头突然就响起了一声怒吼 城北望 你给我出来 床边坐着的人回过神 这才发现自己的脸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床上的人那么近了 要是没这一声吼 她估计就该吻上她脸上的伤疤了 宋良辰一跨进屋子里 就看见的是这么副长脚 当下气得大步走过去 抓起城北望的衣巾就是一拳打在她脸上 城北望呸了一口血沫子 二话不说站起来 拉着宋良辰就出了屋子 在庭院里就开打了 弯刀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两人从小打到大 开场永远是拳脚相加 谁上去劝谁挨揍 她还是搬个凳子来等着看结果就好了 城北望是学武出身的 比起宋良辰武功要好一些 但是今天也不知道宋良辰哪里来的这么大的火气 一圈圈的半点力道都不省 打得她疼就算了 还企图往她脸上继续打 这就不能忍了呀 嫉妒她长得比她好看还是怎么的 城北望用力还击 一拳打在宋良辰的心口 将她震退了两步 差不多行了 怎么了你 城北望皱眉看着她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还问我发生什么事了 宋良辰咬牙道 你把我的人带回来轻薄 是什么意思 你的人 城北望心里沉了沉 她是你什么人 她 宋良辰黑着脸 捂着胸口咬紧了牙 已经什么人都不适了呀 测飞 没听过你要纳飞的消息啊 事多不过通房丫鬟吧 哎呀我不知道方才也是一时失态而已 路上不小心将她伤着了 所以带回来让大夫看看 宋良辰黑着脸的消息 宋良辰深吸一口气 又长长地吐了出来 冷静了一会儿 问 上车哪里了 哦 修士摔了一下 没什么答案 但是没想 城北望看她一眼 哎 你还没回答我呢 她是谁啊 通房丫鬟而已 宋良辰别开眼 转身往屋子里走 出来买个东西 人就不见了 要不是弯道来找我 我都要让右军找人了 竟然还当真是 哎 城北望有点失望 太极一声跟着进去 既然对你这么重要 又怎么让人一个人出来 买这么多东西啊 宋良辰没理她 上前看了看是没酒 谁给她换的衣裳 哎 别紧张啊 丫鬟换的 那她原来身上的衣裳和东西呢 城北望折了纸旁边的桌子 上头有清单 有折好的旧衣裳 还有一个信封 里头不知道装着什么 宋良辰眸光微闪 走过去 将信封拿起来 放进自己的怀里 然后板着脸 刀 人我带回去了 时候不早 你也早点歇息吧 啊 城北望汉手 看着宋良辰将人给抱起来 夜风飘飘 吹得他衣美翻飞 裙脚从他面前扫过 什么都没留下 送走人 合上大门 弯刀 弯刀回来就看见自家主子 惆怅地坐在院子里 嗯 怎么了 城北望忧郁地看着天上的月亮 道 唉 唉 你家主子我呀 有一种失去了什么东西的伤心之感 哦 弯刀面无表情地道 但是事实是 您压根就没得到过 啊 宋良辰出门准备上马 看了看怀里的人 皱眉问林峰 有马车吗 林峰摇头 要属下现在回府 去赶一辆来吗 罢了 反正不远 走回去吧 林峰傻了 沈眉景很轻 抱着跟没有肉一样 所以宋良辰根本不费多少力气 走着还时不时捏捏她的胳膊 她记得大婚之夜 这人身子匀称 该大的地方大 该小的地方小 看起来也不至于这么轻吧 结果一抱 跟骨头架子似的 是被她给饿的吗 说起来 她也是真够惨的了 被她这么一折腾 又洗衣裳 又搬不皮 还摔伤了 昏睡不醒 等会醒来 会不会又哭又闹啊 她已经让人查 大婚那日的具体经过了 若是她做的 那受这苦 也不算亏了她 但要是不是呢 宋良辰陷入了沉默 紫军 怀里的人 呢喻喃了一声 微微一愣 她停住了步子 皱眉 紫禁是什么东西啊 等等我 紫禁 美景 鼻子红红的 眼角又有泪掉了下来 湿了她的胸口 宋良辰 待在了原地 她竟然是会哭的 梦见什么了 主子 钱都快到了 林峰提醒了她一句 宋良辰回过神 加快步子往前走 回去主院里 将她放在了侧堂 沈梅景一挨着床 就继续睡了 到时她站在她床边 皱眉想了许久 明日 把当初给燕王府 说媒的媒婆给我找来 林峰听着自家主子的话 往侧堂看了一眼 点头 是 这一觉睡了好长 沈梅景醒来的时候 外头已经大亮了 惊了一跳 她连忙起身 想去洗衣裳 却发现自己 怎么穿着绸缎长裙 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了 她有点想不起来 就记得拖着布匹 回世子府 后来呢 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她决定还是 先出去打水洗漱 之后再去问问管家 沈氏 林峰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飘到了她身后 你不用去洗衣裳了 啊 沈梅景回头 好奇地看着她 那我去干什么 林峰眼神十分复杂地道 主子让你去她身边做事 现在正在主屋里等你 这是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感觉一觉醒来 身为气氛都不太对呢 硬着头皮去了主屋 沈梅景乖巧地朝着宋良辰 拜下 奴婢 给爷请安 屋子里一片安静 没有人叫她起身 梅景跪了一会儿 忍不住抬头看了看 宋良辰的脸色特别古怪 眼神有些凌厉 嘴角却是上扬着的 跟吃多了撑着的一样 把她吓得连忙又低下了头 你还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吗 等了一会儿 宋良辰才阴阳怪气地开口问 沈梅景老实地道 回爷 昨日奴婢 娶了布匹回来之后 在路上不知道 为什么晕了过去 后头发生的事情 就都不知道了 宋良辰抱着胳膊 痴笑 你可是爬上了成都督的床啊 竟然说什么都不知道 当我是傻的吗 沈梅景莫名其妙地看他一眼 成都督又是谁 他一觉醒来 就在主院厕堂里了呀 宋良辰顿了顿 命传道 昨日我是从都督府 叫你接回来的 成都督说你勾引他在先 败坏世子府的名声 你就说说该怎么办吧 旁边站着的林峰 忍不住看了自家主子一眼 这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于是做什么呀 欺负人家晕过去了 什么都不知道啊 沈梅景傻了 这凭空掉下来的罪名 他怎么知道要怎么办啊 现在他连世子妃都不是了 拿什么对世子府的名声负责呀 昨日之事 奴婢实在是全然不知 想了想 梅景叹息道 也若是想罚奴婢 念罚就是 宋良辰勾了勾唇角 这是你说的 那便来签个卖身器吧 是梅景皱眉 啥 卖 卖身器 宋良辰拿了旁边放着的 早已经写好的卖身器 递给他 道 那 鉴于你给世子府的名声 造成了巨大损失 你便卖身五年于世子府 为奴为婢 听从我的吩咐 直到欺满 五年 沈梅景神色有些凝重 接过卖身器看了许久 没吭声 宋良辰有点心虚 别开头 道 你要是觉得时间太长 那三年也可以 旁边的林峰都要听不下去了 要人家留下来不走 非得靠匡人吗 自家主子什么时候这样没自信了 再说 这沈氏一看就是聪明人 怎么可能这么傻傻地答应卖身为奴 要卖身五年 不是不可以 沈梅景放下卖身器 笑眯眯的道 那是工钱的问题 奴婢希望爷也能写进这卖身器里 林峰傻了 宋良辰愣了愣 轻壳一声 问 你要多少工钱 沈梅景 跪坐在地上 直了腰杆 十分认真的道 奴婢换的东西很多 能替爷做的事情 也很多 这样吧 只做普通租室奴婢的话 爷就按府里其他丫鬟的工钱给 若还要做其他的事情 那就按事情来议价 爷格外给奴婢加钱 如何 宋良辰被他气笑了 你是没见过钱吗 奴婢自然见过 沈梅景笑道 但是爷爷要拆使奴婢 奴婢总不可能亏待了自己啊 没见过这样的女人 分明是大户人家出身 却对这几两银子的事情 斤斤计较 宋良辰轻哼一声道 你只要听话 也可以给你二两银子一个月的工钱 若是你要做其他事 你开价 我们商量 额外再给 好 梅景十分耿直的就点了头 转眼看着林峰 道 劳烦大人拿纸笔来 宋良辰黑了脸 我说话算话 你还要写下来 沈梅景黑黑两声 小声嘀咕 男人的话 哪有白纸黑字来的可靠啊 我 林峰乘上纸笔和红泥 梅景就趴在地上 执笔而书 哪怕是跪着的 她的姿势也是极为端正 雪白的脖梗上 还留着洞房时尚未散去的红痕 低头的时候露出来一些 看得上头的人微微一愣 好了 写完 画压 沈梅景微笑着将卖身器递给宋良辰 回过神来 宋良辰有些狼狈的垂眼 看也没看 就在契约上按了手印 梅景笑得十分甜美 将契约弄了两份 小心地保存好自己的那一份 然后再行礼 以后也有什么吩咐 奴婢都会照办 好 宋良辰弯了弯嘴角 那从今日起 你便做我的贴身丫鬟 脸上的笑容僵了僵 梅景不敢置信地抬头 看着她 啊 爷这是做什么 不是看她不顺眼吗 还放在身边 做奴婢就要有奴婢的样子 主子的想法其实你能问的 梅景乖乖闭嘴了 跟凌峰去换身衣裳 再来书房伺候 宋良辰起身 抖了抖袍子 闺袖就出去了 是 沈梅景看着她的背影 终是站了起来 柔柔跪麻了的腿 低头跟着凌峰走 凌峰领她去了主屋旁边的小房间 里头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 啊 为了方便伺候 你便住在这里吧 衣柜里有一套银绳 你先穿着 稍后我再让人拿两套过来 不谢 梅景点头 看她关门出去 便更了衣 顺便看了看旁边的镜子 那去衡膏好像还真不错 脸上的伤口开始结痂了 没那么疼了 从今天起 她每个月有二两银子的工墙 还是包吃包住的 那一年下来 岂不是就有二十四两银子 购买一匹马了 世子爷就是大方 虽然脑子有点问题用面摊 还时不时的抽风 不过看在银子的面子上 梅景决定忍了 开门去了书房 宋良辰正在临摹书贴 使梅景看了看 乖乖地过去研磨 宋良辰擅长写掩体 客观来说写得还不错 梅景偷描了两眼 微微汗手 其实很久以前 她听过宋良辰的名字 只是不知道她是谁 莫桑在教她书法的时候 说当下书法有造诣之人 不少 年少者却不多 掩体造诣最高者 当属燕帝宋良辰 当时她也就是听着这个名字 没放在心上 却没想到 现在竟然会遇见这个人 还发生这么多扯淡的事情 真是造化弄人 想着想着 她就叹了口气 唉 宋良辰放下笔 不悦地看着她 我写的是有多不好啊 啊 梅景回过神 别忙到 爷的字很好 那你叹什么气啊 奴婢只是觉得 相爷这样肯沉下先练书法的人 荡真是不多了 忍不住叹息一下 其他人的浮躁 何不求上进 梅景一脸正气地道 哼 这张嘴巴可真是会说话啊 宋良辰扯了一张新的宣纸 眼神微动 写了几句诗在上头 沈梅景一看 身子就僵硬了 青青紫巾 悠悠我心 难为君故 沉吟至今 我挺喜欢这首诗 写出来也好看 宋良辰勾着嘴角 啼笑肉不笑地道 你觉得呢 梅景张了张嘴 喉咙却是一梗 只能垂眼点头 哼 不是十分伶牙俐齿吗 不过是看见一句诗 竟然连话都不会说了 宋良辰痴笑一声 丢了笔坐下 拿了书来挡在脸上 今日媒婆来的时候 她逼问了沈梅景以前的事情 那媒婆起初是不愿意说的 被她威逼利诱许久 才到 沈氏的王夫啊 明紫金 奴婢只知道她为人温柔 也曾听闻才名 这其他的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紫金 徐紫金 光是看着这两个字 沈梅景都能回不过神 墓里竟然还一直喊着她的名字 流泪 要当真这么喜欢 还改嫁做什么 虚伪 越想越气 干脆把书一并摔了 宋良辰站起来 你下去吧 没叫你就不用来了 是 沈梅景莫名其妙地看她一眼 汉手退了出去 真是抽风 叫她来的 也是她 要她走的 也是她 幸亏她是要给工钱的 不然她真想直接踹桌子走人 气愤地踹了一脚自己房间的门 沈梅景走进去 正要关门呢 就看见一个丫鬟 捧着衣裳过来 神情古怪地看着她 道 梅景姐姐 您的衣裳 多谢啊 梅景笑了笑 接过来 也没有多看那人 就关上了门 送衣裳来的是白肠 她简直不敢相信 昨天还是促使丫鬟的沈梅景 今天就变成 世子爷院子里的 一等贴身丫鬟 他们争取了好几年 都没有得到的位置 竟然被这女人 一天就拿到手了 转身跑回下人房 白肠关上门 就嚷嚷开了 换莎 你不是还要赶进人家 帮你洗衣裳吗 快去看看啊 人家今儿可就成了 一等丫鬟了 换莎正在缝衣上 文言一愣 好奇地看着白肠 谁闯一等丫鬟了 还有谁 你家梅景姐姐 白肠翻着白眼 酸溜溜地道 我说什么来着 沈家一看就是个 会往上爬的主 屋子里的丫鬟 瞬间都围了过来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方才凌峰大人 要我送一等丫鬟的衣裳过去 我去了才看见 那寡妇正往主屋旁边的小房间里走呢 啊 众人哗然 好几个丫鬟都黑了脸 瞧瞧吧 你们这么辛辛苦苦地认真做事 想去世子爷身边 还是比不过人家一张脸 什么都不做就成了 白肠讥讽一声 扭头就去自己床上坐下 素衣正眉道 他这样突然上位 不怕被人分裔吗 脸皮厚怕什么呀 不过今儿中午吃饭 大家可就看着吧 看谁能去巴结好他 使不定也能往上爬呢 话说得尖锐极了 屋子里的人也都明白 虽然这沈氏是成了一等丫鬟 高他们一头 但是这么突然上位 定然是要被众人排挤的 谁去帮他 他们就连内人一起排挤 幻纱捏着针 发了一会儿呆 垂眼继续缝补 世子府的规矩 除了主子之外 其他下人 包括各个院子的贴身丫鬟 都是要在后院厨房前的空地上 一起用饭的 洗漱也是在大澡堂里 也就是说 除了伺候宋良辰 其余时候 沈眉景都得面对府里的其他人 这不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本来从世子妃变成粗屎丫鬟 府里的人都在看他热闹了 现在因为世子爷抽风 他又变成了贴身丫鬟 背后林骂他的人 不知道得有多少 再碰一面 更加是不会给他好脸色 这波 他就是端着碗去吃饭而已 背后上来一群丫鬟 硬生生将他挤到了一边 抢了他手里的饭勺 各个将碗里的饭 添得跟小山似的高 等饭勺还到他手里的时候 桶里已经没饭了 沈眉景看了那群人一眼 白肠笑着在长桌边坐下 今天的饭可真好吃 温儿雅身边的丫鬟 府琴也在 见状扭头去看那边呆立着的人 一看脸色就变了变 忍不住低声问旁边的人 沈省怎么会穿这衣裳啊 不是说变粗食丫鬟了吗 呀 父亲姐姐还不知道啊 有人在背后耍了手段 直接从粗食丫鬟 变得跟您一个等级了呢 这才一天的功夫 都不够咱们下头的人 见夜一面的 他倒是好 一个晚上就翻身了 想必也是功夫了得 这一嚷嚷 院子里坐着的丫鬟奴才 统统都看了过来 沈眉景拿着空碗 站在饭桶边上 迎着众人的目光 脸色都没变 选了个位置坐下 伸手去夹菜 对面的素衣 伸手就将那碟子菜 给端走了 递给旁边的人 道 金粉姐姐多吃菜呀 筷子停在半空 沈眉景收回手 干脆放了碗筷 坐在凳子上 挺直了背 看着他们 瞧他这无所谓的表情 白肠更加恼恨 阴阳怪气的 哼 果然是咱们这些 脸皮薄的人 比不得的 瞧瞧人家 一个二嫁的寡妇 又是换新娘子 又是以退为进 勾搭世子的 还半点不知羞耻 沈眉景微微一笑 就盯着他 也不还嘴 看热闹的人 都看着白肠 白肠脸色有些难看 不敢与他对视 别开头 又不甘心 只继续碎碎念 神在做天在看 总会有报应的 哎呀 吃饭就吃饭 吵个没完了吗 金粉都觉得烦了 看了白肠一眼 一个三等丫鬟 指着人家一等丫鬟骂 你能耐你也上呀 烟怪气的做什么呢 说人家功夫好 那你也去练功夫去啊 众人一阵哄笑 白肠青了脸 却不敢还嘴 这金粉是宁船儿的 贴身丫鬟 宁主子最近正得宠呢 谁也不敢招惹 他也就是气不过 说两句而已 不知怎么又惹着 这位姑奶奶了 又急又丧 白肠摔了筷子 就起身走了 心里把这笔账 默默地夹在了美井头上 走着瞧吧 还早着呢 人走了 饭还在桌子上呢 沈美井一点没犹豫 直接将白肠的碗 给端了过来 就着面前的菜吃了 素衣瞳目结舌地看着他 周围的人也沉默了 这人还真是不拘小节 要是有点骨气 怎么也该不吃了呀 宋良辰站在侍女楼的二楼上 从窗户刚好可以看见厨房后院 本来还是抱着胳膊在看热闹的 见着这场景 忍不住微微皱眉 这个女人 到底有没有自尊心啊 沈美井一点不在意周围人在围观他 饭是肯定要吃的 他不愿意饿着自己 吃剩饭也无所谓啊 反正能吃就成 见桌上的菜没人动 美井又伸长手去金粉面前加了点肉 金粉回过神来 连忙将自己面前的几个菜 都往他那边推了推 多谢啊 美井朝他笑了笑 吃完一碗高高的白饭 转身去将白肠的碗洗了 放回原处 然后拿着自己的碗筷走了 你在看什么 宁淳儿凑了个脑袋过来 眨巴着眼睛 晃回宋良辰的目光 没什么 宋良辰扶手 关上窗户 轻笑 只是突然有点想知道 人在什么样的境地之中 才会绝望 宁淳儿茫然 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不过还是乖巧地 递了茶给他 宋良辰抿了一口 挑眉放下杯子 你先午休吧 我回去书房了 也不爱喝吗 宁淳儿好奇地道 你以前最喜欢喝这龙井啊 喝不下了 回去看书 轻轻在他额上一吻 宋良辰笑着就走了 宁淳儿端着杯子 自己喝了一口 巴唧着嘴 没什么变化 以前都是喝完才走的 回到书房 宋良辰直接唤了一声 梅井 刚吃饱 昏昏欲睡呢 对着一声喊 沈梅井连滚带爬的 就下了床 跑去旁边的书房 奴婢在 跑杯茶 是 他估摸着 这世子爷就看上他泡的茶好喝了 所以留了在身边 没景没耽误 找了茶具和茶叶 便跪在软榻一侧 轻轻地开始弃茶 宋良辰今天是打算看完一本孙子冰法的 然而看着看着 目光就经不住飘忽了 望向软榻上那个人 软榻后头是窗户 夏日的光透进来 照得他肌肤都像是透明的 纤长的手捏着精巧的茶具 握头一倒水 目光都是难得的温柔 比看着他的时候 温柔多了 宋良辰眯了眯眼 轻哼一声 低头继续看书 爷 茶 他没开口 他其实都已经闻到了茶香 放下书 伸手接过茶盏 轻轻一瞎 府里的茶叶分明都一样 船那里还特地放了他喜欢的龙井 然而为什么泡出来 就是不一样呢 忍不住又瞎一口 宋良辰闭了闭眼 就冲他这泡茶的手艺 一月二两银子 都是不亏的 心情被这茶香 阴晕地舒畅了不少 接下来半个下午 难得宋良辰 都再也没有开口刁难他一句 美景靠在隔断外头 偷偷地睡了一会儿 精神又好了不少 忍不住问 爷饿不饿 奴婢会做飞鱼糕 宋良辰抬头看他一眼 飞鱼糕是什么 就是糯米做的 里头有红豆的夹心 做成飞鱼的形状 糯米糕就糯米糕 还飞鱼糕 宋良辰忍不住撇嘴 逆他一眼 会做就去做吧 好 美景笑眯眯地就去了厨房 笑意愿 午夜白肠闹那一场 府里各位主子都知道了 美景如今成了世子的贴身丫鬟 江心月十分激动 起身就打算去书房的 幸好温儿雅在他旁边 一把就将他按了下来 王妃这么激动做什么 我怎么能不激动 江心月气急 你贱人害我成了这样 良辰还要留他在身边 那是世子爷自己的决定 您再去闹腾 也只会觉得您不懂事 您先冷静一下 想想您想做什么 我现在要那个贱人 滚出戏子府 江心月捏着帕子 道 世子爷既然贬了他 就将他留在身边 说明那女人 定然有他的过神之处 您现在正面冲撞 难免令爷不快 不如 徐徐徒之 怎么个突发 江心月平缓了情绪 皱眉看着翁儿雅 翁儿雅笑得高深莫测 您侧儿过来 半个时辰之后 沈眉井做好了飞鱼膏 端去了书房 宋良辰放下书 一看 微微一惊 橙黄色的小鲤鱼 一条条如月出水面一样 立在白色的瓷盘里 旁边还有几片蓝鸡花瓣 当作湖水 唯妙唯肖 这是糯米做的 宋良辰挑眉 你当我没见过糯米啊 也尝尝就是 十分怀疑地看他一眼 宋良辰捏了一只小鲤鱼 放进嘴里 入口软糯 轻轻一咬 红豆沙甜味满嘴 还真是糯米和红豆做的 不敢置信地看了美景一眼 他又捏了一只来尝 这人的手到底是什么做的 又会泡茶又会扎木柴 还会做糕点 世上当真有什么都会的人吗 你这又是跟谁学的 这是奴婢的弟弟 小时候爱吃的 所以跟着母亲学过 邀个母子就成 其余的东西倒是简单 也就是说 这半个时辰里 他还去现雕了个母子 绷着脸没吭声 他总不能显得那么没见过世面 这样想着 世子爷就将一盘飞鱼糕 都给吃完了 末了擦擦嘴 皱眉的 太甜了 那下次爷还可以尝一尝肉松糕 奴婢也会做 宋良辰沉默了一会儿 终于忍不住 道 你还有什么不会的 美景一愣 想了想 一脸的纠结 这 奴婢当年周围什么人都有 所以他们会的东西 奴婢都喜欢学而已 说不会的东西 沈美景倒严肃了神色 啊 奴婢不会吃亏 宋良辰 噎了噎 冷哼一声 你还不会吃亏 那中午为什么被人刁难了 哎 美景眨眨眼 你怎么知道 别开头 宋良辰看着手里的书 像是没听见他说话似的 不吭声了 这人难不成开了天眼的 厨房外头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知道 沈美景也没多想 总监道 他们刁难我 又不会少块肉 至多不过是些 乌言晦语 我听得多了去了 算不得什么吃亏 说得那么难听 都不算什么吗 宋良辰正了招 心痛莫名有些沉重 奇了怪了 他在一个什么 又不关他什么事 摸了摸胸口 宋良辰想了一会儿 得出的结论是 昨天晚上 陈北旺的狗崽子 打得一拳太疼了 所以他不太正常 说起来 陈北旺说好来找他喝酒的 人呢 世子爷 陈都督求见 外头有人捏着嗓子 喊了一声 说曹子曹子道啊 这丝有顺风耳吗 宋良辰好笑地放下书 看着外头自顾自跨进来的人 勾唇道 你是酒没醒吗 我怎么就没醒了 我呀 酒都没泡 就等着晚上和你喝两杯呢 陈北旺进来 捏着把玉骨的扇子 笑得十分好看得到 昨天你带走那个美人 让我实在是伤心 今晚 你就自罚三杯吧 宋良辰低头站在一边 听着这成都督 怎么觉得有点耳熟 今天宋良辰让他牵脉身器的时候 说的什么来着 说他爬上成都督的床 败坏了世子府的名声 就是这个成都督吗 都督一直是由封地亲王自己设立的 一般是管理军队 调度军资的 说起来还是挺大的官 但是他昨天就是去买了个布 怎么就爬上人家的床了 一个没忍住 美景抬头 看了进来的人一眼 陈北旺抬头 也正好看见他 脸色微微一变 看着表情 好像还真是见过他 是美景挑眉 面前这人穿的是藏青色绣篮袍子 腰间挂着三环玉佩 一张脸长得十分英气 眉毛粗而不乱 眼眸里好像荡漾着湖水 嘴角上扬 瞧着有些顽固模样 但是整体看来还是挺像个将军的 不过他当真是没见过他 陈北旺好不容易花一晚上 劝说了自己朋友的女人 不能碰啊不能碰 结果今天一过来 就又看见这人了 好吧 不能碰是不能碰 只能像名字不过分吧 陈北旺叹息一声 问 你叫什么呀 美景茫然 转头看了看宋良辰 刚刚还笑呢 世子爷这张脸转眼就沉了 敏纯看着陈北旺 道 你来找我打架的 哎 你一个学文的 天天找我这个习武的打 有没有意思 陈北旺后退一步 铁嘴 我不就想知道他名字吗 又不会要了他 再说 就算他要 看样子 他也是不肯给的呀 冷哼一声 宋良辰站起来 道 要喝酒就出去喝 别在府里暗眼 啊 我 我暗眼 陈北旺 陈北旺不敢置信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看着美景 问 我暗眼吗 美景失笑 摇头 都都挺好看的 好看 宋良辰黑着脸 一拍桌子 哼 他比我好看 吓得跳了一小步 美景嘴角抽了抽 仔细看了看自家柿子爷 虽然一直以来他给他的印象都不是太好 但是平心而论吧 宋良辰是他见过长得最华贵的人 莫桑也好看 但是不修蝙蝠 放荡不羁 久了像街边醉汉 豪放有余 精致不足 紫禁不用说了 在他心里永远有一双全世界最温柔的眼睛 眉目里都是如水情意 不是用好看不好看能形容的 形容一下宋良辰的话 就是世间美誉还带了金鞭 眉目明朗 鼻梁挺拔 一张嘴唇薄而微红 比女人涂了朱丹还好看 如果不是他自私妄断 有虐待人的倾向 心里变态 不分是非的话 这男人还是挺不错的 不过 谁给银子谁是主子呀 宋良辰当即就一点不脸红的 昧着良心 道 爷在美景心里是最好看的 活着的东西没有能比得上的 程北望挑眉 揶鱼 后院里的母猪也是活的 爷比不上你家爷 爷自然比猪好看多了 美景脑子一冲 顺着他的话就答了 程北望都不反抗了 已经知道自己会被人拎出房间打一架 干脆任由宋良辰将他拉到院子里 只伸手丢了御膳 在美景的怀里 玩好袖子就摆开了架势 打起来还是认认真真的 两人都是点到极致 然而一拳一脚都是真功夫 没什么花拳袖度 美景看了一会儿 点点头 这柿子还是有点本事 虽然没有程北望下盘扎实 但是竟然很灵活 见招拆招也不死板 这一头 程北望就不用说了 习武出身的人拳拳生风 看着就觉得有劲的 过了十招 程北望在一拳即将打在宋良辰胸口的时候 平了手 笑咪咪的道 行了行了 就到这吧 还是喝酒去 好 宋良辰收了动作 心里舒服了不少 扭头看着沈梅景 道 你就在院子里待着 我们出去了 是 梅景汗手 看见他手里的扇子 宋良辰微微不悦 还拿着干什么 不还给程都督 啊 奴婢忘记了 林芒小步过去 将扇子双手给人 沈梅景很想问 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然而柿子还在旁边 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只能低头不语 送你当个见面礼好了 美景 眉景傻眼了 哎 也不是多值钱的东西 今儿我高兴 赏了吧 哦 这么大方 摸着就知道 这扇子价值不菲啊 竟然就直接给他了 他好想上去问问 都督府还缺不缺下人呢 多谢成都督 一点不客气的 就往怀里踹着了 宋良辰 眯了眯眼 人家送你 你还真就收啊 白玉扇 收了也不怕 各着自个儿 回世子 奴婢会好好收着 不会各着的 扇子比奴婢还贵 要各着 也是奴婢搁着这扇子 奴婢会小心的 宋良辰无语掖住 程北望倒是在旁边 哈哈大笑 哈哈 哎呀 世子爷这丫头 可真有意思啊 扇子给的也值得 好了 别计较了 走走走 杜康劳去 好 宋良辰再瞪了美景一眼 转身就换了凌峰来 出门去了 恭恭敬敬地 低头送两位出去 沈梅景飞快地 跑回自己的房间 拿出扇子来 看了看 扇鼓是白玉的 他样子真值不少钱 小心翼翼地放好 伸手又往怀里摸了摸 奇怪了 他总觉得 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但是又想不起来 梅景姐姐 外头有人来敲门了 人在吗 啊 在的 回过神 沈梅景过去开了门 门外站的是 校医院的丫鬟 川金 笑着对他道 王妃那边 在院子里赏花呢 请您一起去看看 王妃 小白菜啊 梅景干笑了两声 我有点不舒服 可以不去吗 川金表情都没变 依旧笑道 不可以 背后有点发凉 梅景想了想 点头道 那走吧 小白菜找他 还能当真是赏花了 他才不信 大婚的真相 一天没揭开 他定然就会恨他一天 巴不得他不得好死的人 有很多 江心月 绝对是 领头的一个 世子刚好又出去了 也亏得他出去了 不然 他不知道是不是 还得受个双重攻击 罢了罢了 水来涂眼吧 一路走过花园小道 恰好金粉在院子里采花 瞧见这边的川金和省眉景 挑了挑眉 校医院就在主院背后 也就绕道过一个花园 没两步就到了 来了呀 坐 江心月心情好像不错 没有歇斯底里 也没怒视他 竟然还朝他招招手 眉景挑眉 跟着过去 坐下 我在这院子里 没事做 只能找你来陪陪我 你别紧张 天气热 花也开得正好 你去帮我采点 池塘里的荷花如何 采花 眉景看了看浓烈的太阳 问 哪里有荷花啊 就在世子府南边 很容易的 但是我要二十多 不算为难你吧 奴婢遵命 那热天的去池塘里采荷花 的确也不算个什么事 顶多晒黑点罢了 沈眉景应声 就起身去找池塘 波尔雅这才从屋子里出来 坐在江心月旁边 笑道 池塘不大 水也才急腰 没有二十朵荷花怎么办呀 那它一直晒着不就好了 江心月抿了一口茶 我也想明白 你说的没错 有些事情正面来不得 侧面来也是好的 它沈眉景不是长得好看 皮肤白吗 让它好看个够好 温儿雅微笑 咬了一口西瓜 觉得真是凉快 世子府的南边 的确是有片池塘 是眉景找了半天 看着这池水挑眉 平时丫鬟奴才洗脚 怕是都在这儿了吧 这池水黑得 亏得荷花生命力顽强 想了想 眉景找了点白布 将脸上伤口捂住 提起裙子 从稍微干净的一侧 小心地下了池塘里 池水有些发臭 池底全是松软的淤泥 走一步都万分困难 这一身衣裳 反正是别想要了 干脆破罐子破摔 放开手 往荷叶下头游 是眉景一边想着 一边剪下看见的荷花 荷叶本就稀松 荷花就更少了 找了两圈 都只找到八朵 去哪儿给那姑奶奶 凑二十朵呀 身上有些发痒 大概是这池水太脏了 想了想 眉景还是先上了岸 浑身又是脏水 又是汗水的 还管什么二十朵荷花呀 没有就是没有 她还能给变出来不成 先拿去交差 江青月小气了一会儿 起来 皱了皱鼻子 什么东西这么臭 穿巾在旁边低声道 主子 是沈氏摘了荷花回来 正在外头站着呢 奴婢见您睡得正好 就没有吵醒您 江青月挑眉 看了看旁边的沙漏 什么时辰了 回主子 深时过两刻了 都这么晚了 那你叫她把荷花留下 回去吧 江青月勾了勾唇 是 川金捏着鼻子出去 看着外头一身衣裳 都沾干了的美景 哎呀 花留下人回去吧 多谢 美景将手里的荷花 放在地上 连忙往自己的屋子跑 真是太臭了 简直臭得千山鸟飞绝 万经人踪灭 她得赶紧回去洗个澡 跨进主院 丫鬟加奴一见她都纷纷让开 沈美景也没管那么多 回屋子去拿了干净的衣裳和帕子 就要去澡堂 哎 你干什么 白肠和素衣正在澡堂门口呢 瞧着沈美景这模样 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但是下一步的反应 还是上前拦住她 我去洗澡 你们也要来 美景哭笑不得 不怕被我臭死吗 白肠捏住鼻子 十分嫌弃地看着她 摇 知道自己臭 还要去污染澡堂啊 你这模样是进不去的 自己去院子里打点井水冲了吧 开玩笑 虽然是夏日 但是井水冰凉次 能洗吗 沈美景皱眉 越过她就要进澡堂去 结果旁边一群人都过来拦着她 纷纷道 哎 你这样子要是进去洗 我们怎么办啊 就是 你这一下水 咱们还用洗吗 做人别这么自私 自己脏就自己去洗 别害了大家 好像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沈美景点点头 抱着盆子往回走了 素衣和白肠看着她的背影 相视一笑 各自进了澡堂 幻纱在后头 看着这场景也没吭声 目不作声地跟了进去 主院的后头 有一口井 世子爷一出去 这院子里也就没其他男人了 美景做了半天思想斗争 还是将外肠脱了 只穿里头的单衣 然后打了一桶水上来 鼓足勇气往身上一淋 太阳快下山了 这微风徐徐的 吹在湿透的身上 简直让人心神飞扬 美景打了个哆嗦 拿帕子将手臂和锁骨上的泥泞 都擦了 再一点点清洗腿上的 洗了许久 才觉得味道稍微淡了一点 不过一直在池子里晒太阳 皮肤有些发红 微微有些疼 也就是晒黑点 弄臭点 小白菜的心肠 其实还是软 没往死里折腾它 美景叹了口气 摇摇头 继续淋水 将单衣全部打湿 好让衣裳里头的泥 也化下去 还没喝尽兽呢 怎么就要回来了 城北望跟在宋良辰后头 十分不满的道 这才半个时辰 你有醉了 宋良辰黑着脸道 你要不要脸啊 你喝一小杯 我喝一大碗 有你这么喝的吗 就这半个时辰 他得喝了半坛子了 视线都模糊了 再不回来 怕是要跟陈北望这疯子一样 在外面出丑了 刚踏进主院 就听到后院里一阵惨叫 宋良辰茫然地睁着眼 看着陈北望 你听见什么了吗 陈北望哈哈大笑 站都站不完了 妈 你后院养狼了你 宋良辰双眼迷醉 虽然是有点走不了直线 但是他脑子还是清醒的 后院怎么可能养了狼 也许养的是大狗熊也不一定啊 两个人互相搀扶着 林峰跟在后头 想扶一把都搭不上手 只能跟在后头 道 爷 那是丫鬟的声音 宋良辰压根听不见林峰说话 和陈北望一起 跌跌撞撞的 就绕过主屋 去后院看狗熊了 洁白的长裙贴在身上 露出内人脚好的身段 偶壁雪白泛红 左骨玲珑迷人 后院的水井边 那人又打了一桶水上来 从头淋到脚 冷得再次惨叫 宋良辰眯着眼 觉得眼前这场景 分在梦里似的 春香艳诱人 单衣贴在身上 他的曲线一览无余 头发湿漉漉的 贴在身上 急腰长 人间哪有此等角色呀 可是 等等 那人脸上的疤 为什么看起来 有点眼熟啊 沈梅景正 牙齿打颤呢 微微一侧头 就发现后院门口 多了三个人 心里一跳 他瞪大眼 林芒往水井后头一躲 脸上瞬间涨红 啊 你们 你们过来干什么 宋良辰闭了闭眼 再睁开 等看清水井后头 那人是谁的时候 心里一沉 这可不知廉耻的 竟然会在院子里洗澡 一把将旁边的 陈北望和林峰 给推了出去 宋良辰额上 青筋抱起 走过去 就将人扯起来 咬牙问 你脸皮是有多厚啊 后院都没个门的 你竟然敢在这里 谁知道你们 回来得这么早 澡堂又不让我进去 我这一身淤泥 若是不喜 当如何 脱了自己的衣裳下来 踢在他裸露的肩上 宋良辰脸色难看的 跟晒干的海带似的 沉声道 去我房间里 等会让人给你打水 早说呀 北景眼泪汪汪的 我都冷成冰了 你才告诉我 可以去你房间洗 捏了捏他的肩 想起刚刚他看见的东西 陈北望大概也是看见了 手上的力道 就半点没手 疼 沈眉景皱眉 看着他 爷喝醉了 气都给气清醒了好吗 宋良辰冷哼一声 没用他 推着人 跌跌撞撞 往主屋走 陈北望被林峰 给拎到了旁边的客房 趴在床上 迷迷糊糊的道 刚刚 我好像看见仙女了 林峰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属下什么都没看见 这样啊 他就是我一个人的仙女了 陈北望笑嘻嘻地道 等我回家去啊 等我回家去 遣散十八个银鸟 赢他一个 怎么样 林峰轻咳了一声 嘀咕 怕是赢不回去的吧 幻纱偷偷担了两桶热水回来 正打算去找美景呢 结果刚进主院 就被叫住了 你把热水拿进来 世子爷半醉地 靠在主屋门口 逆着他道 幻纱一惊 脸上微红 结结巴巴地道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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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 少废话 过来 心里一跳 幻纱连忙挑着水进了主屋 下的脚都有些软 差点半倒在地毯上 宋良辰轻巧地接过他肩上的扁蛋 放下两桶水 出去吧 是 幻纱偷偷看了他两眼 光芒跑出去了 这还是头一次跟爷说话呢 爷是喝醉了吗 一双眼里满是阴晕的雾气 看得他都要连呼吸都不会了 宋良辰关上门 看着水桶轻择了一声 还是亲自提起来 倒在了屏风后头的浴桶里 是美景坐在浴桶之中 张大嘴 看着他 洗完了就滚出去 宋良辰美好气地道 水不够再叫林峰 不 你还是叫我吧 我在外头坐着 美景呆呆地点头 看着他出去再看看这芋桶 麻利地就将单衣给脱了 舒舒服服地泡个热水澡 天堂啊 果然只有到过地府的人 才知道什么是天堂 眯着眼睛搓着身上的泥 将头发也一并洗了 美景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心情愉悦地哼起了小曲 可是洗着洗着 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他低头 看了看自己的手臂 为什么开始有红色的斑 一点点地从皮肤里透出来 还痒痒的 伸手挠一挠 斑点直接凸出来 红肿了 倒吸一口凉气 沈美景没忍住 尖叫了一声 啊 宋良辰昏昏欲睡 被他这一声给吓醒了 皱眉走到屏风边 啊 怎么了 我 想了想 咽下了话 美景勉强笑道 我 看见只蟑螂 宋良辰不悦地抿唇 直接绕到了屏风后头 在哪里啊 美景吓得将身子往水下一沉 惊恐地看着他 至于吗 宋良辰撇嘴 哼 我又不是没看过 提起这个 是美景脸上更红 敏唇道 现在毕竟已经不是夫妻了 爷还是住一些男女之房吧 哼哼 宋良辰往旁边倚靠 抱着胳膊笑道 在我的院子里 跟我提男女之房 这世子府里的女人 哪个我碰不得 美景下意识地反驳 江新月啊 什么叫毛坑里打灯笼 什么叫瞎子走悬崖 她简直是完美地 阐释了这两句话 江新月的名字一出 美景明显感觉到屋子里的光线都没了 黑压压的一片 沈美景甘笑了两声 企图缓解一下气氛 爷您累不累 要不要等会儿 奴婢给您做个肉松糕 宋良辰并无表情地看着他 不必 那奴婢洗完更衣 给您泡个醒酒茶 不想喝 缩了缩脖子 美景嘀咕噔 那您也别站在这儿啊 水都要凉了 宋良辰冷笑出声 行 我走 你穿好衣裳就给我出来 美景咽了口唾沫 还真是不能在他面前提小白菜啊 一提就勤转多元 瞧这凶巴巴的样子 屋子里就算有蟑螂 怕是也得被他给吓跑了 看了看手臂上的红斑 咬咬牙 美景从浴桶里起来 贴了衣裳 将红痕都给挡住 确定不会露出来 才小心翼翼地走出去 宋良辰久意微醺地看着他 眯眼道 你知道 我为什么至今还对你 尚算宽容吗 美景叶脸惊讶地看着他 也对奴婢宽容 这都叫宽容了 那狠起来该是什么模样 苏良辰哼叫一声 身子微微前倾 对他勾了勾手指 美景愣了愣 犹豫地凑过头去 他捏了他的下巴 凑近他一些 笑得唇香酒暖 若是对你不算宽容 现在你看见他 就应该是地狱里的油锅 意思就是 他能活下来 就应该感谢他了是吧 美景耸耸肩 严肃地点头 多谢爷饶命 我让玉树去查了 他说就这两日 就能知道那日 有缘客栈里发生的事情 宋良辰深深地看着他 我不是是非不分的人 若是查出当真与你无关 你身上受的罪 也都给你补偿 若是与你有关 声音陡然变老 宋良辰眸子里的杀意 比最初之时更浓 我会亲手替星月报仇的 沈眉景笑眯眯地看着他 一点也不紧张 唯一关心的是 爷会给奴婢什么补偿 宋良辰一愣 挑眉 什么 美景摸了摸自己脸上的伤疤 痛惜地道 若查出与奴婢无关 爷觉得奴婢这张脸 值多少钱 谁还把脸卖钱呢 这么丑 一文不值 美景鼓嘴 不服气地看着他道 曾经有人想卖了奴婢 在商金教坊里叫卖 光凭这张脸 就有人出下五百两银子呢 宋良辰顿了顿 像是没听清楚 什么 怎么会有人想卖了他 奴婢的意思是 这脸价值不菲 也是爷的心悦给毁了的 若是爷当真要补偿 得我五百两以上给 美景摆着手指头 一笔笔的算 还有饿了奴婢一整天的事情 虽然也没造成什么后果 但是奴婢很伤心 伤心是很严重的事情 要补偿起码也得十两银子 他是说话来吓唬他 看他会不会心虚地露出什么破绽的 结果这女人竟然就在他面前 一笔笔地算起账来了 宋良辰简直是哭笑不得 瞧他这斤斤计较的模样 他道 行了 等真相出来了你再算吧 说不定反而是你要将小命 交到我的手里呢 这美景严肃地看着他 道 奴婢很爱惜自己的性命 绝对不会做要丢命的事情 所以也还是准备好银子吧 宋良辰挑眉 看他这么笃定 心里也禁不住软了一些 竟然想伸手去摸摸他脸上 那刚愈合的疤 也不知道他还疼不疼 手指刚要碰到他的脸 外头却陡然响起江新月的声音 世子 指尖一颤 宋良辰飞快地收回手 有些慌张地别开头 看着门外 江新月急匆匆地带着丫鬟进来 也没管旁边站着的美景 紧张地看着宋良辰 道 您出门了 啊 才回来 宋良辰垂眸 江姨有什么事吗 江新月正了正 深吸一口气 我听外头说 城里突然开始兴起了传染病 得病之人身上长满红斑 会逐渐溃烂直到死亡 要是乌灵 正想提醒世子不要出门 那朕宁已经出去了 沈梅景一阵 下意识地捏了捏自己的袖子 传染病 不用紧张 我只是同程都督去喝酒了 也没接触过其他人 应该不会有事 那就好 江新月拍拍心口 扭头看着沈梅景 道 世子身边的人也得小心些 便弄了不干不净的病回来 害了世子 他在这院子里也没出过门 世子怎么知道 江新月挑眉 万一您出门的时候 这人乱跑染病了呢 怎么会 宋梁晨摇头 你若是不放心 便让大夫来看看就知道了 好 江新月当真挥手 叫了大夫进来 沈梅景苦笑 他那会儿说什么来着 小白菜算心软的 呸了个大呸的 这小妮子在这里等着他呢 不知道动了什么手脚 那浑身红斑的传染病 可不就在他身上 这该怎么办 被看见手臂上的红斑 那岂不是说都说不清楚 宋梁晨皱眉 看了江新月一眼 这大夫竟然是准备好了来的 是想做什么 来吧 伸出手来让大夫看看 江新月看着沈梅景 梅景一咬牙 脸上一红 就往宋梁晨背后躲 身子微微发抖 使劲地摇头 怎么 心虚了 江新月皱眉看着他 不确定有没有病之前 别靠近柿子 啊 柿子方才已经碰过奴婢了呀 梅景一脸无辜 现在来说也是晚了 碰过了 江新月脸上一白 怒瞪宋梁晨 你碰过他了 宋梁晨皱眉 江仪这么激动做什么 只不过是捏了捏下巴而已 的确是碰过了 但是他现在这冲他发火的模样 实在是太不懂规矩 很容易就让他想到了 上次打他那一巴掌 这次还想再来吗 柿子跟我好好谈谈吧 其他人先下去 江新月压了压火气 终究还是压不住 是梅景第一个冲出房间 跑得飞快 小白菜就是小白菜 一句话就被转移了注意力 估计接下来要盘问宋梁晨 到底碰他什么了 趁着这个机会 他得想个办法逃过这一劫 屋子里 宋梁晨简直是哭笑不得 看着江新月道 谁给你出的主意啊 什么 江新月正心碎得要发难呢 就被他这一句话问傻了 带着大夫来 要查什么传染病 是谁的主意啊 宋梁晨依旧勾着嘴角 只是笑意没那么真切 你以前不是这样爱折腾的人 江新月一阵满眼泪地看着他 道 我只是担心你 听见消息二话不说就带着大夫过来了 你却怀疑我 宋梁晨叹了口气 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让他坐下 你可还记得 跟我回世子府之后 府里有人欺负过你吗 最初的江新月 因为爱慕世子爷 没少被王府里的丫鬟排挤刁难 但是他注意到他的第二年 问父王从燕王府将他要过来开始 他就再也没被人欺负过 一丝一毫 不管是明面上的 还是暗地里的 江新月茫然地看着宋梁晨 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后院里的女人 都是我自己娶回来的 是什么性子 我自然都知道 在想什么 我也知道 宋梁晨看着他 你在校医院里什么都不用做 我也可以保你百岁无忧 没必要给了人当枪使 明白吗 正愣了半天 江新月又落泪了 我为什么会给人当枪使 是因为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都觉得那女人有威胁了 你对她动心了 不是吗 你哪里看出我对她动心了 若是不动心 为何又提做了贴身丫鬟 江新月埋怨地看着她 你原本可以将她凶了 赶出府去的 为什么要留下来 宋梁晨别开头 事情真相 没查清楚之前 我怎么能让她走了 若当真当初是她动了手脚 我至少也得让她付出代价 是这个原因吗 还是你根本不舍得放她走 有什么不舍得的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想那么多 我怎么想多了 江新月忧愿地看着她 你在想什么都不告诉我 都要我自己去猜 我去猜 也要是我想多了 你 宋梁晨揉了揉太阳穴 她是真的很喜欢江新月的柔弱 让她有想保护的欲望 但是同时 她也真是不喜欢 她的啰嗦和多愁善感 就说刚刚吧 她都看出来了 她是冲着美景来的 结果人家一句话 她就跟被踩了尾巴似的 什么都不管 要跟她对质 真是女人啊 实诚实的纯女人 轻易就被人左右 还往往找不清重点 比起她来 沈梅晨还真是聪明的 跟狐狸似的 这会儿指不定跑哪里去了 正靠在后院一侧 想办法的梅晨 不知为何打了个喷嚏 吸吸鼻子 看着自己身上的红痕 也拿不准 这当真是传染病 还是别的东西 今天她下水去摘荷花的时候 的确是觉得身上痒痒的 大概是那池水不干净吧 可是现在小白菜 说这是传染病 那她被发现的话 可能只有一个下场 驱逐出府 在式字符里挺好的呀 越前又高 时不时还有白玉膳 这样的额外赏赐 只需要面对一个变态 和一群女人而已 实在是再轻松不过的工作 若当真要赶她出去 她一时间 还真有点没地方去 毕竟身份特殊 又是个女人 去给人洗碗 可能都不一定有人要 怎么办呢 哎 小仙女 你在想什么呢 声音就在耳边炸开 吓得美景腿一软 联盟侧头 半睡半醒的城北望 从窗户里伸出半个身子 吊儿郎当地看着她 道 哼 我梦见窗外有个仙女 结果还真的有 你在做什么呢 看她这微红的双颊 使美景没忍住 笑了笑 嗯 嘟嘟喝醉了 哎呀 我知道 不然也不会梦见你了 城北望伸了手过来 那盒窗户和她隔得有些圆 怎么深也碰不到她 我跟你说啊 在遇见你之前 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弄丢着母亲给我的家传的玉佩 她的手就停在她离左肩三寸的地方 侧着头 神情忧郁 而 遇到你之后 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让弯道 去问梁春耀人 要是那天她自私一点 直接将她留下来就好了 她可能就是她的了 总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连在梦里都碰不到 美景有点茫然 只觉得这人可真是自来熟 两人就见过一面而已 上来就是这么一番真情告白 看着面相 女人泡多了吧 嘟嘟还是去休息吧 奴婢告退了 摆摆手 美景扭头就要走 别 城北望伸了 使劲往窗外扑腾 你等等我 沈美景一回头 就看见这鹦鹉的烟蒂嘟嘟 以一种诡异的姿势 跌出了窗户 衣衫不整 却还执着地面朝她的方向 美景挑眉 摸了摸自己的脸 想着五百两银子 果然还是太少了 她这脸可能得值五百五十两 到时候要去给宋良辰加价 想着想着 就继续转身走了 屋子里的弯刀 惊恶地伸出头 看着那女子的背影 好歹上门是客呀 自家主子在她面前摔了出去 她竟然都不伸手扶一下的 哭笑不得 她连忙跳出窗户 去将城北望给架起来 主子 醒醒 城北望站直身子 就跟了上去 嘟闹 我才不要醒呢 我要继续看仙女 弯刀翻了个白眼 我说主子 您现在这样就像个 尾随良家妇女的变态 半点嘟嘟的风度都没有 嘘 风度那有太好看了 城北望摆摆手 指着前头美景的背影 道 你快扶着我跟上去 若是跟丢了 你明天没饭吃 弯刀闽唇 叹息一声 扶着自家主子 跟着美景从后院绕了出去 江新月还在院子里 刚哭笑 眼睛红肿地看着屋子里头 看了一眼 像是没人留他 于是又扭头 打算走了 结果这一扭头 就撞见了沈美景 王飞安好 美景乖巧地行礼 江新月皱眉 瞪着他 这才想起来 他不是让人来查 沈美景身上的红斑的吗 这一番布置都是 妥妥当当的 结果他怎么给忘记了 你站住 见他想往主屋里去 江新月连忙道 把你袖子撩起来 美景抬头 十分为难地 看了看身后跟来的 陈北望 王飞 就算奴婢只是个下人 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撂袖子 怕也是不妥吧 还有客人在呢 你怕是心虚吧 身上带着病来伺候世子 是想害死他吗 奴婢身上有什么病 王飞不知道吗 世子爷一向是 是非分明的人 王飞既然说 外头都在流行传染病 那不如让林峰大人 上街打听打听 看到底是什么病 再回来看奴婢身上 是不是染上了 如何 江新月一噎 外头传染病肆虐的话 自然是他编的 一查就会被戳穿 但是他身上有红斑 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温尔雅说过 是绝对万无一失的 只要他下过池塘 安排得好好的事情 怎么进行起来 就这么不顺利呢 江新月皱眉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温尔雅今天又执意不来 害得他想商量 都没个人说话 就这么一会儿的无言 沈美景就跟泥秋一样的 溜进主屋去了 他想叫住都不行 想了想 江新月还是委屈的 去找温尔雅了 美景进屋 看见正闭目养神的宋良辰 想必他也该累了 便去打了水给他擦脸 又将他鞋脱了 盖好被子 程北望跟着进了门 坐在桌边嘟闹 奇怪啊 梦见仙女就算了 怎么还会梦见良辰在这儿碍眼 宋良辰睁开眼 凉凉的道 要发酒风出去发 沈美景抽了抽嘴角 梦里都这么凶 虽然是梦的话 可以什么话都说吗 主子 弯刀低喝一声 脸色微微一变 程北望看着他 你紧张什么呀 做梦而已嘛 来来来 放下坐 放下坐 宋良辰撑起身子 靠在床头斜眼看他 你想说什么 程北望扭过头来 指着沈美景笑 我很喜欢他呀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喜欢 你要是没那么喜欢的话 不如让给兄弟说 沈美景吓了一跳 惊愕地看着他 宋良辰脸色沉得难看 眯眼道 人我不会让 你别想了 好可惜 程北望笑嘻嘻地 看着沈美景 那你答应跟了我好不好 我对女人比这个浑蛋温柔多了 绝对不欺负人 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真的呀 美景 背后一通 有人的视线跟羽见似的 差点就将他给射穿了 沈美景连忙回神 一脸正气的道 好奴不是二主 奴婢这五年 是更定世子爷了 宋良辰给气笑了 这不知好歹的女人 感情还是看在契约的面子上 跟定了她是吗 人家稍微给点好处 就经不住诱惑 到底是不是大呼人家出来的 程北望的眼里满是失落 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 道 没意思 这忙做 还不如我醒了呢 我要回去船上醒过来 醒过来 弯刀松了一口气 连忙架着自家主子出了主屋 晚风一吹 程北望眯了眯眼 真的是好可惜 宋良辰看着门被关上 扭头扫一眼笑咪咪的 沈美景 口气不太好的道 很得意是不是 竟然让程北望 当面跟他开口要人了 也不知道 是看上这丑八怪哪里了 美景回过神 一本正经的道 奴婢是替爷觉得光荣 身边随意一个丫鬟 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 奴婢真是太羡慕爷了 这话怎么听着 感觉哪里不对劲呢 宋良辰想了想 闭眼挥手 罢了 你下去吧 我累了 等等 奴婢有事向爷禀告 美景敏唇 站在他床前 神情有点凝重 是关于传染病的事情 宋良辰斜眼看他 你当真有 美景摇头 伸手将袖子撩了起来 奴婢今日听王妃吩咐 去南边池塘里采荷花 回来的时候 身上就长了些红斑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应该不是 王妃口中的传染病 宋良辰睁大了眼 看着他那偶壁上 一块块的红 轻轻倒吸一口气 翻身坐了起来 去拿对面花架下头 第二个柜子里的药箱来 美景一愣 有些奇怪 这人的反应 竟然这么镇定 瞧这意思 是要给他上药 转身去抱了药箱过来 放在他面前 是美景小声道 要不可以让大夫来看看 这名奴婢当真不是传染病 少啰嗦 伸手 没人说你这是传染病 不过是过敏而已 南边池塘的水那么脏 你也敢下去 不找红斑才有鬼 我这里有凝枝 涂了就好了 说着 伸手抹了抹 盒子里的药膏出来 轻轻抹在他的手臂上 沈美景当真是惊讶了 挽着袖子伸着手 一动都不敢动 宋良辰温柔起来 还当真是不错 修长的手指抹着药膏 连轻微的疼痒 都一臂抹去了 他的睫毛还挺长 盯着他的胳膊的时候 微微垂着 在眼下留了些微阴影 还有酒气的鼻息 喷在他的肌肤上 温热温热的 跟那凶巴巴吼着人的模样 简直是判若两人 抹了药别沾水 明天就好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出去的时候叫一声林峰 让他把温侧妃请过来 是 胳膊轻凉 美景心情都好了不少 硬了出去 将话转打给林峰 就回了房间 这世子爷 好像也没有太不讲道理啊 至少今儿就没让小白菜 冤枉了人去 他也算是白担心了 屋子小睡起来 格外有安全感 美景没一会儿 就进入了梦乡 温儿雅快被江新月给气死了 一路往主院走 都是气冲冲的 什么叫扶不起的阿斗 他都已经将事情 安排到这份上了 还是被江新月给搞砸了 这得有多蠢 才搞得砸呀 分明是让大夫一检查 就能一锤定音 将沈梅井赶出去 他偏偏能折腾得世子怀疑起来 好吧 盟友是没法当了 温儿雅看着面前 主屋里亮着的灯 深吸了一口气 还是先保全自己吧 一跨进主屋 温儿雅的神色 立马温柔了下来 上前迎迎拜下 见身给爷请安 宋良辰看着他 眼眸深沉 也没寒起身 你最近是不是常去校医院 温儿雅从容一笑 屈膝道 也怎么知道 最近王妃心情不好 戒身时常过去陪伴 陪伴是好事 宋良辰直截了当地开口 但是没必要做多余的事情 温儿雅一愣 勉强笑道 戒身不知犯了什么错 除了陪王妃说话 戒身不曾做其他任何多余的事情 是吗 神色冷了两分 宋良辰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 那为什么王妃会让沈氏去南边池塘采荷 那池塘多皮虫 下去定然就是个浑身红斑的结果 王妃可能不清楚 你还能不清楚 温儿雅一愣 终于有些慌了 爷明见 王妃只是突然想做荷花膏给您 瞧着那沈氏无事 便让他去跑个腿 也不曾有其他想法 嗯 恰好是让沈氏去 恰好又让王妃带着大夫来 说外头传染病肆虐 要看看我身边的人身上有没有红斑 宋良辰从鼻腔里笑了一声 你是以为 我不清楚那南边池塘是个什么情况是吗 温儿雅心里疑惑极了 不过事已至此 他狡辩也没太大用了 干脆一咬牙 扑通一声 重重地跪在地上 解身吃醋 宋良辰柔了柔眉心 叹息一声 我之所以将这后院用度都给你管 就是因为你心思缜密 与人相处也容易 但是尔雅 我讨厌后院纷争不断 该留谁不该留谁 爷心里都有数 用不着你们来提醒 明白吗 温儿雅抬头 眼里悬然带泪 妾身明白 只是妾身看王妃那么伤心 听闻您将那审师 提为了天生丫鬟的消息 差点就往主院冲了 妾身也是为了拦住她 才给她想了这么个办法 让沈氏离开世子府 爷 您不是那般喜欢僵尸吗 现在又为什么留了沈氏在身边 让她那么难过 若不是她戴沈眉景那样不同 她也不至于这么沉不住气 我说了 等真相查明自然会让她离开 宋良辰别开头 道 至于王妃 她要做什么事情你也不用拦着 我知道她的性子 不会怪罪的 哪怕王妃不懂规矩 冲撞了爷 爷也不怪罪吗 不会 她清楚江新月的性子 这么多年一起长大 新月单纯的跟张白纸一样 不会争 不会抢 更不会想去害人 她的心思全用来喜欢她了 别的一分也不会多 所以她心甘情愿护着她 在这世子府里 江新月是唯一一个 无畏她身份 真心实意爱着她的人 所以谁要利用她 她一眼就看得清楚 温儿雅沉默了一会儿 点头 切身明白了 切身远法一月月前 失宿三日 反思极过 宋良辰闭了闭眼 那你先回去吧 今日我也是累了 也醉久了吗 温儿雅没走 反而抬头看她 您脾胃不好 不该多饮的 这屋子里都有酒气 也不知道她到底喝了多少 自顾自地起身 温儿雅走到她身后去 轻轻替她暗揉头上穴道 她是擅长按摩的 巧手揉压 宋良辰的头疼 立马缓解不少 也就没有赶她走了 靠在床边 任由她按着 终于睡了过去 温儿雅 微微一笑 解了自己的衣裳 跟着上床 将世子爷扶下 躺好 靠在她怀里 闭了眼 第二天一大早 温儿雅回了 赵良轩 刚推开门 就看见江新月 红着眼睛 坐在屋子里等她 你去试寝了 直接了当的话 带着点火气甩过来 温儿雅笑盈盈地接住 王妃 谢神只是去给世子爷按摩 她醉久了 很难受 别的什么都没做 江新月一愣 火气小了不少 表情变得沮丧 她是不是责怪你我 是啊 温儿雅也很委屈 挥退了下人 关上门 也怪我们不该耍心眼 差点害了沈氏 她一个丫鬟 就那么重要吗 江新月恼恨地 拍了拍桌子 她从前说过的 我不喜欢的 她就不喜欢 我都快讨厌死那沈梅景了 她现在为什么还留在身边 也说要查清楚 再赶她走 可你们新婚当时的事情 现在 哪里还查得清楚 新婚的事情吗 江新月敏纯 她还记得那日是 父亲和媒婆 亲自送她去的有缘客栈 打扮了三个时辰 她太累了 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花轿上 什么都不知道 就稀里糊涂地 去拜了堂 新娘说过 两个新娘子 会在客栈一楼的 观音巷面前会合 拜了观音之后 各自上校 期间 应该一直有 媒婆和自家父亲的陪同 应该是不会有机会 出错的才对 其实她也不确定 到底是不是 审美景干的 但是除了她 真的不会有别人了呀 罢了 爷要查 就让她查 查完之后 你审视要是不走 我再问她讨个说法 温儿雅 汉手 笑着安慰 哎呀 爷还是在意王妃的 把我叫去骂了一顿 还罚了我一个月的月钱 要吃醋三天呢 江新月一愣 有些愧疚地看着她 你帮我出主意 结果却害了你了 真是抱歉 没关系 好歹你我相识 也这么久了 以前是爷 将您保护得滴水不漏 现在爷可能 无暇顾及您 那不就只有妾身 来帮衬一二了吗 这一话听着鼻酸 更是让人感动 江新月咬唇 决定以后好好听温儿雅的话 再也不怀疑她了 宋良辰醒来的时候 梅景已经给她 打好了洗漱的水 摆好了玉波 也将要换的衣裳 拿在了手上 奴婢伺候爷更衣 一夜好梦 宋良辰的心情也是不错 逆着她 道 你这熟门熟路的样子 怎么像是做惯了丫鬟的 半点不像高门夫人 高门夫人 难道不是吗 那许家地位颇高 怕不是一般人能嫁进去的 你做了半年的许家二少夫人 难不成不是犯来张口 一来伸手 梅景咧嘴笑了笑 没回话 只将她的衣带扣好 然后道 银今儿这一身 也是十分的好看 没人不喜欢听夸奖啊 宋良辰轻哼一声 仰着下巴走到水盆边 正要洗脸 爷 林峰突然进来 皱眉道 门房那边接到消息 王爷让您与世子妃回府一趟 梅景有些傻眼 转头看向宋良辰 宋良辰挑了挑眉 继续洗漱 这么多天了 也是时候该去请个安 顺便说说世子妃的事情 因为大婚太过尴尬 燕王爷还没下扁 江新月为侧妃的旨意 他也还没告诉自家父王 已经修了审美景 正好 这几天也冷静得差不多了 那就去一次 说个清楚好了 你去换身衣裳 待会儿随我一起出门 是 美景连忙出去 回到自己的小屋子里 玉石没一会儿 就将她世子妃的衣裳 给拿了来 多谢 朝玉石笑了笑 美景自己将衣裳穿好 梳了个发际 戴上发饰 一转身 腰杆挺得直直的 最后一次用这世子妃的派头 还是得像模像样才行 玉石愣了愣 面前这人 真是穿什么衣裳 像什么人 本来看他一身丫鬟衣裳 弯腰功倍 卑微十足 可这一换世子妃的形同 又立马恢复了优雅的气质 撑得起这一身滑上 高高在上 这人呢 可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玉石叹息一声 躬身道 主子请 沈梅景点头 提着裙摆出门 跟上前头的世子爷 这回终于是同城一辆马车了 宋良辰一路上都在打量他 微微皱眉道 等到了燕王府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奴婢明白 奴婢会自己请修 告诉王爷 一切与世子无关 很好 我父王心思很深 你最好不要露出破绽 嗯 沈梅景很严肃地侧头看他 表现得好的话 有奖励吗 宋良辰眉梢抽了抽 再紧张也笑了 行 你若是表现得好 我就赏你一块红玉 也真是大方 梅景立马笑咪咪地道 奴婢办事 您放心 还真是掉进前眼子里了 宋良辰轻哼一声 沉了心思 开始想自家父王 这次有可能要做的事情 大婚已经结束 接下来应该会将 左君的事物交给他 父子两人因为婚事有些尴尬 想必他父王也想找机会 缓和一二 心里已经准备好了台词 马车一停下 宋良辰就板着脸下去了 哎呀 世子来了 王府管家笑着迎上来 王爷和客人都在花厅里等您呢 宋良辰皱眉 客人 什么客人 沉眉景跟着下车 挽着他的手 十分镇定地小声嘀咕 鹰来降荡 水来土眼 听他这么一句话 宋良辰顿时松了紧绷的身子 这女人都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 那他还有什么好怕的 一路走去花厅 远远的就听见笑声 有粗犷的声音传了老远 当年征战 你我还曾同马追敌 吃省沙场呢 十几年不见 咱们都老了 是啊 儿女都齐全了 早知道如此 唉 有家奴在前头进去禀告 王爷 世子和世子妃来了 里头的声音停了下来 宋良辰带着美景进去 一起行礼 拜见父王 拜见父王 鹰王爷汉手 道 过来给古将军见礼 宋良辰抬头 就看见了旁边坐着的一身藏青色紧服的大汗 第一感觉就是黑 真黑啊 不知道是不是沙场上晒多了 整张脸就眼白看着是白色的 虎背熊腰 衣上都称得有点褶子 不过 姓古 这个他好像听父王以前说过 怀远将军古道边 年轻时候是跟着他一起征战的 后来他被先皇封了燕帝王爷 古将军也就被提拔成了怀远将军 常年束手边关 二人虽然分隔多年 但是父王也常念古将军当年救命之恩 想到这里 宋良辰就深深朝古道边 鞠了一躬 见过将军 古将军笑咪咪地看着他 世子长大了也是一表人才啊 将军过奖 常闻将军威名 当是无备学习之榜样 哈哈哈哈 古道边笑了 声音跟红钟似的 别叫高门子弟整日玩耍享乐 只有你这燕王世子勤学尚进 怪不得王爷如此看重你 说着又看了旁边的沈眉景一眼 这位就是刚过门的世子妃 正是 宋良辰让开了些 沈眉景有礼的屈膝 古将军安好 古道边看了看他 也没多说话 站起来朝燕王爷拱手道 既然世子和世子妃来了 那下官就先下去休息 等有空再与王爷说话 燕王爷点头 身子微微前倾 目送古将军出门之后 才转眼看着面前这两人 思想得到 好 一路累嘛 正好是用午膳的时候 待会儿可以多吃些 啊 宋良辰点头 疑惑地看了燕王爷一眼 是因为古将军来了的缘故吗 怎么觉得他今日心情如此之好 范城上来 两位侧妃也在桌子上坐下了 美景一直寻思着 找机会开口 但一看面前的美味佳肴 从善良的本意出发 他还是决定吃完了再说 宋良辰看了他好几眼 就只看见这人十分优雅 又迅速地吃着东西 跟被饿了多久似的 没一会儿朝着他方向放的菜盘子 就全空了 梦氏揉了揉眼睛 小声嘀咕 哎 今日厨房的菜是做少了 怎么没动两下就没了 燕王爷放下筷子 有些责备地看着宋良辰 你是不是对狮子妃不好 怎么会啊 宋良辰心虚地垂谋 呃 他 他只是比较能吃而已 哦 没错 是我太能吃了 爷对我很好 哎 梅景笑咪咪地道 燕王爷挑眉 不动声色地 打量着面前这两人 片刻之后笑道 吃过饭 你们就在王府住几日吧 宋良辰和梅景 都同时抬头 惊讶地看着他 为什么 燕王爷眼珠子一瞪 本王岁数大了 想儿子儿媳在身边伺候 都不行是不是啊 宋良辰 敏唇 自然是行 父王息怒 我与梅景住下来就是 燕王爷满意了 继续缓慢地喝着汤 喝汤的间隙 看了旁边的文氏一眼 文氏轻轻汗手 饭后 文氏带着世子夫妇二人 去西院 路上拉着梅景的手 轻声问 大婚发生那样的事情 世子也没冲你发火吗 梅景笑咪咪地道 没有啊 爷对我很好 文氏 微微惊讶 又笑道 那世子还真是长大了 换做以前的脾气啊 肯定二话不说 便羞了你的 梅景挑眉 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后头走着的宋良辰 他走得很慢 像是在想事情 压根没有注意前头 回过头 梅景看着文氏 轻笑 爷以前脾气那么差吗 他是被我们宠坏了的 哎呀 凡事啊 都由着性子来 根本不考虑前因后果 也不分对错 想如何 便是如何的 这个从世子府家规 他也能看出来了 是梅景深有体会的 点头 如果不是他会的东西多 估计宋良辰 也是一早就将他 赶出世子府去了 还查什么真相啊 所以说 女人多学点东西 还是不错的 就算不为讨好男人 也为自己生存 不过 他为什么总觉得 文士的态度怪怪的 像是想从他这里 套话似的 笑容都没上一次 那么真切 多看他两眼 美景还是悄悄留了个心眼 到了西院 文士道 你夫妻二人 一起睡在主屋就好 已经带了下人来 我也就不必另外安排了 好 宋良辰点头 熟门熟路的 去软榻上坐着 文姨辛苦 不辛苦 不辛苦不辛苦 你二人若是感情顺利 那我们再辛苦也值得 文士笑眯眯的汗手 朝美景 舍了个眼色 提着裙子 退了出去 宋良辰看了 沈美景一眼 美景有点茫然 这眼神是啥意思啊 让他加油铺倒 世子爷 还是让他看他今日的眼影 画得好不好 你们方才说了什么 一路都在嘀咕 宋良辰抱着胳膊 问了一句 美景耸肩 文侧妃只是在问 奴婢与爷的感情如何 奴婢统统回答 爷很好 是吗 宋良辰笑了笑 你最好别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每次他这么笑 都跟有冰冷的蛇 在他背后爬似的 美景打了个哆嗦 敏唇道 用人不疑 奴婢不会跟爷过不去的 也放心吧 轻哼一声 他别开头 接过临风端来的茶 轻轻拧了一口 午休时分 宋良辰自然是在床上休息 美景就躺在外头的软榻上 闭目养神 世子妃 轻如蚊虫的声音 在他身边响起 美景吓了一跳 张眼就看见窗户外头 伸着个双环剂的脑袋 对他比了个别出声的动作 美景茫然 那丫头勾勾手 示意他出去 想了想 是美景起身 看了宋良辰一眼 鸭得睡得一点呼吸声都没有 肯定是装的 爷 奴婢出去一趟 床上的人没反应 外头的丫鬟反应却是大急了 低喝出声 别吵醒世子 王爷只让您一个人过去 美景正了正 点头出门 看着那丫鬟 道 王爷找我有什么事吗 丫鬟有些恼怒的瞪他一眼 然后道 您跟着奴婢就是了 美景往地上一坐 笑道 哎呀 我脚扭伤了 走不动了 怎么办 那丫鬟睁眼 您什么时候扭伤的 午膳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刚刚跨出门来的时候就扭伤了 美景别眠嘴 十分委屈地看着他 道 不如等世子醒了 他抱我过去好了 丫鬟皱眉 出去一会儿就领了两个人 抬着奸鱼回来 不用麻烦世子了 世子妃 请 他总觉得这一趟去了 会有比较严重的后果 但是屋子里头的宋良辰 应该是听见了动静 却没个动作 是让他放进去的意思吗 想了想 美景站起来 上了奸鱼 宋良辰这一觉睡得前所未有的好 只不过一个午休 却还做了梦 梦见满世界开着鲜花 他就躺在花海里 完全不想醒来 睁眼看了半天正顶 他翻身 习惯性地唤了一声 梅景 软榻上空荡荡的 挑挑眉 宋良辰起声开门 找到林芳问 世子妃呢 午休的时候 王爷那边来人 将世子妃接走了 顿了顿 又看着自家主子 爷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 平时午休都不会睡着 刚好今日睡着嘞 父王找审美景干什么 心里微微一紧 宋良辰转身就要往外走 主子 一道黑影闪到了他身边 主子要属下查的事情 有眉目了 这是玉树 他的另一个随从 长得跟古将军一样黑 穿一身黑色衣裳 晚上基本是看不见他的 进来说话 宋良辰严肃了神色 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玉树被他派去查 当日有缘客栈的事情 查了这么多天 终于是有结果了 说吧 关上门 确定周围没人 他紧着嗓子开口问 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 玉树拱手道 当日跟两个新娘 同处过的人 只有两个喜娘 并着江大人 属下发现 这三个人 现在都在王府里 宋良辰一愣 江大人也就是 江新月的父亲 大婚之前 被提拔做了和奸道 按理说 应该不在王府了才对 至于其他两个喜娘 若是没有猫腻 怎么还会留在王府 心里沉了沉 宋良辰道 只要找到这三个人 就可以查清楚了是吗 是 只是属下 不敢在王府里活动 怕王爷怪罪 行了 我直接去问父王 宋良辰黑了脸色 起身就往外走 他还说什么都不知道 我怕这幕后的黑手 也就是他们 沈眉景一颠一颠的 被抬到了 燕王府的书房 这书房外头 还有假山水池 环境清幽得很 说明这燕王爷 也是个寻求 内心宁静的人 然而只是寻求而已 周围环境布置得 越宁静的人 心里往往越难宁静 下了监狱 眉景轻轻扣了三下门弦 门没关 你进来就是 燕王爷笑眯眯地 坐在书桌后头 一脸的慈祥 休息得还好吗 好个鬼啊 刚躺下的 就被你的丫鬟 给嫁过来了不是 心里骂着 脸上还必须笑眯眯的 回王爷 眉景休息得极好 那就好 本王生怕 尘儿欺负了你 本来嫁错了人 就够委屈你了 还得让你容忍 尘儿的脾性 唉 不过你既然成了世子妃 就一定要好好 督导尘儿 将他身上的毛病 都一一扭转过来才是 世子挺好的 美景倒是不曾看见 有什么毛病 世子妃 你可要记得 正妃和侧妃 是完全不一样的 侧妃可以对世子的缺点 视而不见 你身为正妃 必须以引导世子 为己任 敢于说出世子的不对 并让他改正 至于争宠恩爱之事 身为世子妃 那是要放在后头的 明白吗 沈眉景挑眉 燕王爷 这是给他上课来了 自家儿子的脾气 他又不是不知道 要是他一本正经 去教育人 使不定就被倒挂在 世子府外头的大树上了 还争宠呢 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 郑飞是该引导自家相公 这个是没错的 关键你也得看 你家相公是个什么样的呀 宋良辰这样 刚愎自用的 还是省省吧 心里这么想 却不敢直说 美景干脆当个 笑咪咪的点头娃娃 王爷说什么 他都点头 道理说了一套 燕王爷看了一眼 旁边的沙漏 突然道 那件事情 你可不能让尘儿知道了 本王会想办法 替你圆过去 你以后要长久地 留在尘儿身边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你都要清楚才是 美景习惯性地点头 点完了之后一将 茫然地抬头看着他 什么那件事情 背后的门 砰的一声被人踹开了 宋良辰面无表情地 跨起来 抬眼看着屋子里的两个人 美景回头 有点惊讶 倒不是惊讶 宋良辰的腿劲 跟驢子似的大 而是这门 是什么时候关上的 你怎么来了 燕王爷眼里 闪过一瞬间的慌乱 接着 故作镇定 近来也不知道敲门 谁交的规矩 宋良辰站在书桌前头 痴笑道 要是敲门 我还能听见 这么精彩的事吗 咋就精彩了 沈梅景有点茫然 他又没唱歌 又没跳舞的 世子爷这是又抽了吗 承儿 你听父王解释 这件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 儿臣听着 父王请讲 宋良辰点头 勾了勾唇 他两个喜婆和江大人 一起带了奖吧 眉景反应过来了 身子有些僵硬 看了燕王爷一眼 刚刚那话 是故意说给宋良辰听的 什么那事 可不能让尘儿知道 这不是明摆着冤枉他吗 堂堂王爷 竟然挖空仙子 给他下套 要不要脸啊 要是想让宋良辰 休了他 就直说啊 其实他本来也是打算 坦白已经被休了的事情的 用不着他再下一道狠手啊 然而 现在已经晚了 他都可以预想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额头上渗出了些汗水 沈眉景闭眼 这位高权重的人 要他当替罪羔羊 任他再聪明都没用 再能干也没用 这是他们的地盘 他不过是个 谁也不想要的寡妇 翻不了天 哎 事到如今 已经没办法隐瞒了 英王爷看了宋良辰一眼 指了指旁边的屏风 你们两个进去 本王让他们过来 实话实说 宋良辰一步不动 有些话当面也可以说 江文山在 当着你的面 他肯定不会说实话的 等我问完 你要是有什么不清楚的 那就再问一遍也无妨 宋良辰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压着怒气 转身绕去了屏风背后 指尖都开始冰凉 美景呆呆地跟着宋良辰过去 站在他旁边 明显能感觉到杀意 我真希望不是你 他轻声说了这么一句 美景一愣 抬头看他 宋良辰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声音却怪怪的 我都准备好了五百两银子 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啊 竟然还是有点相信他的 像溺水的人抓着了一根稻草 是美景低声道 真的不是我 那你证明给我看吧 宋良辰勾了勾唇 美景咬牙 透过屏风间隙看着外头 两个喜娘和一个穿着海马官服的人 很快被带了进来 拜见王爷 拜见王爷 三个人跪下 都是战战兢兢的 燕王爷笑了笑 坐下来端着茶杯道 王媚婆和柳媚婆 家里都已经收到一百两银子了 等你们回去 就可以安详晚年了 多谢王爷 多谢王爷 两个喜娘连连磕头 身子还有些发抖 王媚婆问 那 咱们可以回家了吗 是啊 王爷吩咐的事情 奴婢们都已经做好了 再留在府上叨扰 实在是不好意思 自然可以 你们两人可以先出去再领五十两银子 等本王同江大人叙叙旧 叙完之后 一并出府就是 多谢王爷 多谢王爷 两个婆子身子都贴在地上了 连连道谢 接着起身出去 小心地关上门 就这么几句话 宋良辰和沈梅景都听清楚了 唤新娘子的背后主使 当真是燕王爷 他竟然觉得松了口气 宋良辰黑了脸 捏紧了手 看向外头还跪着的姜吻衫 你起来吧 我来坐 姜吻衫黑黑笑着 小心翼翼地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 王爷 你知道本王为什么叫你关在王府吗 姜吻衫缩了缩脖子 一脸讨好 奴才知错 只是新月他正是花样年华 给王爷做个侍妾 也算是可行吧 宋良辰惊恶 燕王爷带了笑意 我记得你那日跑来书房 同本王说 愿意带江新月 离开燕帝 只要一千两银子 之后帮着换掉新娘 免除本王一切后顾之忧 江吻衫搓了搓手 甘笑两声 眼睛瞟了燕王两眼 奴才父女两人一直是在燕帝的 这要背井离乡的也不太方便 王爷要的不就是世子取不了新月吗 现在的结果也是一样啊 而且世子一点办法都没有 送我们离开燕帝 他还有可能找回来呢 这么说来 本王还得谢谢你 燕王冷了脸色 江吻衫吓得立刻又跪下去了 连连磕头 王爷饶命 小人当时真的是走投无路 才出自下策的 新月他不孝顺啊 他看着我这当爹子 被赌方的人追着砍手指都不救 小的这不是只能找王爷帮忙吗 不是小的不讲信用 而是小的实在不想丢下 这河间道的植物 沈梅景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这是亲爹吗 可比许家老太太很多了呀 为了一千两银子 竟然答应陪上自家女儿的婚室 还贪恋荣华富贵 想留在燕地 所以将江新月送去了燕王爷的床上 所以这一切的开始 其实是因为江吻山要还赌债 宋良辰没忍住 立马将屏风给推开 抓起江吻山的衣巾 眼眶都红了 你这畜生不如的东西 江吻山吓了一跳 没料到世子爷在这里啊 连忙大喊 王爷 这这奴才啊 燕王爷没阻止宋良辰 只沉着脸道 本王不喜欢江新月 已经直接说了很多次 尘儿你想娶她做侍妾 本王还勉强可允 你偏生要她做正妃 这江吻山 这江吻山来提出这样的想法 本王不过是顺水推舟 也没真想娶了江新月 但是后来 这一切都没办法挽回了 宋良辰眼睛血红 扯着江吻山的衣裳 就将她摔在了地上 伸手接着要打 江吻山却大声喊道 我是新月的爹 亲生的爹 狮子饶命啊 打不得 竟然还打不得 宋良辰喉咙一甜 死死压住这一股子腥味 转头看着燕王爷 我知道瞒不住你 所以也还是坦白了为好 你若是怨我 我也没有话说 但是尘儿 父王不会害你 江新月不堪为非 只有梅景这样的姑娘 才适合伴你左右 宋良辰笑出了声 从小到大 都为我安排一切 连婚事都自己做不得主 你若是当真不语 新婚之夜 送了新月走也好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 哽咽之后 他冷笑了一声 这回 儿臣恐怕不会 如了父王的心愿了 这寡妇 儿臣已经休掉了 也请父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写下修书 修了僵尸 儿臣拼着这世子之味不要 也要带他走 炸了炸了 梅景连忙躲去一边 以免带着火星子的唾沫 飞他脸上 这燕王爷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还以为要他拿替罪羔羊呢 结果把小白菜的爹 给抖出来了 世子爷发飙 跟发疯的牛差不多 燕王爷打算拿什么销火呀 正嘀咕呢 就听得燕王爷叹息一声 哎 梅景 你过来说吧 哦 叫他过去啊 梅景点点头 往前跨了一步 才反应过来 等等啊 为什么叫他过去说 要说什么呀 咋就扯到他了 天地为证啊 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宋良辰回头 瞇着眼睛看了他一眼 沈梅景知道 再不挣扎一下 他就有可能左右不是人 要被燕王爷给 哐死在这里了 深吸一口气 沈梅景走到燕王爷面前 严肃地抬头看着他 王爷 坏新娘的事情 与梅景半点关系都没有 梅景实在无话可说 别紧张 本王没说跟你有关系 一切都是江文山的主意罢了 只是 你身为世子妃 世子要抛弃一切 带个女人走 你是不是 该劝解一二啊 王爷没听世子说吗 梅景早就被修掉了 不再是世子妃 你这样才冒上全的女子 臣儿当真舍得修妻 燕王爷一脸不相信 修书呢 对啊 修书哪里去了 沈梅景终于想起来 是什么东西不见了 她的修书啊 修书已经给了她了 若是不见了 我再重写一份就是 宋良辰已经气得脑子都不清醒了 拿起燕王爷桌上的纸笔 就开始一顿狂草 燕王爷十分淡定地看着自己面前这发疯的小公牛 眉目含笑 镇静不语 拿起 写好了 一把拍在沈梅景的华里 宋良辰抬头 看着自家父王 该您写给新月的修书了 燕王爷挑眉 本王什么时候远了 要修掉江新月 宋良辰错愕 眉景也忍不住看了燕王爷一眼 江还是老的辣呀 这对自家儿子都用框的 他也真是不冤枉了 你 气红了眼 宋良辰勃然大怒 父王到底想怎么样 又如何才肯放过儿臣 放过新月 我是你父王 自然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你把一辈子搭在一个女人身上 哪怕你恨死本王 本王也不会修了江新月 除非本王死了 你才可能娶他为正妃 停了停 鹰王笑道 到时候 本王从地底下爬出来 也会带走你这个不孝子 书房里的气氛陡然紧绷 省眉景觉得这小白菜也算一代传奇女子了 竟然惹得父子二人反目成仇 这状况要怎么收尾啊 宋良辰扭头就想走 燕王爷不慌不忙地吩咐身边的人 去世子府将王妃接回来吧 刚要跨出门的脚将用在了半空 宋良辰回头 死死地瞪着自家父王 现在世子妃也修了 没人能控制住你的脾性 把王妃放在世子府 本王真担心你一个冲动 做出什么离京叛道的事情来 燕王爷一本震惊 还是接回来妥大 宋良辰气笑了 捂着脸双肩都发抖 小狐狸终究是不可能 斗得过老狐狸的 世子爷这一轮注定要灾 只是看怎么个灾法了 两久之后 宋良辰开口 父王想儿臣如何做 明示吧 你既然已经休了审室 那就另立心扉 奔顾后院 之后接管左君事务 做出一番成绩来 本王爷就下旨 将将士 贬为士妾 留在你世子府上 宋良辰眯了眯眼 父王要儿臣 另立谁为心扉 奴婢不能立 寡妇不能立 倒是谷家有好女 年华正好 堪与你为妃 沈眉景愣了愣 低头看一眼 自己怀里的修书 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闪过去 好大的一盘棋 宋良辰 宋良辰失笑 伸手捂住了眼 父王就一直在这里等着儿臣 怪不得谷将军突然来了 上京离燕地这么远 想也知道不是突然决定的事情 他谋患了多久 一个月 两个月 连他会修掉 沈眉景的动作 都算计了进来 真不愧是堂堂的燕王啊 换掉新娘 嫁祸沈眉景 让他心生厌恶 促使他修掉它 看他对这寡妇 还有些好感 便还想装作 沈眉景是他那边的人 让他逆反心意起 更加排斥他 确定修书到手 才终于给他坦白 要他娶那谷家的女儿 他该不该 佩服自己的父王 明着不阻止他了 暗地里却是百般花样 始终要让他 按照他的安排走 逃不掉啊 再怎么挣扎 都逃不掉 宋良辰笑了 白手道 父王爱如何便如何吧 儿臣 领命就是 说吧 一挥袖子便走了出去 沈眉景站在原地 想了想 最开始他觉得燕王 要娶一个寡妇做王妃 也挺奇怪的 还以为是那媒婆会说话 现在想想 这位爷大概是从 应成许家的婚事开始 就磨着刀 算计自己的儿子了 他根本就没有想续弦 一个门房的女儿 一个寡妇 两个都是不合适取的 这么一换 丢了门房的女儿 世子自然也不能要寡妇 一怒之下 两个都得不到 世子妃的位子空出来 岂不就任由他安排了 可怕呀 太可怕了 缩缩脖子 眉景跟着宋良辰溜了出去 真相大白了 不管燕王爷是不是还想拖他下水 在他说了要宋良辰娶骨家女儿的那一刻起 就算世子是个白痴 都该知道燕王的目的了 他背了这么久的黑锅 可以卸下了 真是一身轻松啊 愉快地追上外头大步走着的世子爷 沈眉景收敛了笑意 陪着他一起黑莲 未来五年 他还是他的主子呢 主子的心情 直接影响到员工福利 他只能帮着分忧 绝对不能幸灾乐祸 一路回去西院 关上门 宋良辰一拳就砸在了墙壁上 咚咚 咚的一声闷响 沈眉景吓了一跳 默默地去翻箱倒柜 找了药箱出来 我该怎么办 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被摆布的命运了是吗 沈眉景没打扰他 瞧着宋良辰双眼眉焦距了 才轻轻拉了他来桌边坐下 给他上药 我喜欢习武 他要我从文 我听话了 我不喜欢太多女人 他要我赢左军副将的女儿侄女 说对以后有帮助 我听话了 可是如今 我只不过想把郑飞的位置 留给自己喜欢的人 得到的 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宋良辰红了眼 轻轻低头 就埋在了眉景的肩上 眉景一愣 感觉这不可一世的世子爷 背后还真是心酸 忍不住母爱泛滥 摸了摸他的头 轻声道 等你强大起来 就不用这样受人摆布了 燕蒂是他的 我要怎么强大 存位吗 沈眉景摇头 燕王爷虽然令你恼怒 但是他深谋远虑 实在是应当学习 如果爷也跟王爷一样 了解身边人的想法 提前做出预防 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网白了说 就是世子爷太年轻了 王爷说啥他姓啥 不框他框谁呀 宋良辰愣了愣 沉思了一番 抬头看着他 我是不是欠你五百两银子了 眉景十分温柔地笑了笑 回世子爷 是五百六十两 奴婢的脸涨价了 只五百五十两 再加上十两的抚恤 五百六十两 同搜无期 等回去世子府就给你 但是 当真是冤枉了你这么久 你不恨我吗 爷想多了 沈眉景笑眯眯的道 奴婢与爷不熟悉 看来做什么 再说 位于给银子的人 眉景一向恨不起来 后半句选择性忽略 宋良辰眯了眯眼 看着他道 你与我不熟悉 眉景理所当然地点头 自然是不熟悉的 除了名字和脾性 其他的事情 他们彼此都一无所知 可不是不熟悉吗 然而正在气头上的 世子爷不这样想 睡都睡过了 跟他说不熟悉 是几个意思 这女人是不是心里 就一辈子只有她那王夫 别人全是陌生人 心里一痛 宋良辰咬牙 起身就将她打横抱起 往床榻上压去 爷 眉景瞪大眼 您做什么 身为丫鬟 主子不开心了 不是该想办法 让主子开心吗 宋良辰眸子里 跳跃着红色的火焰 这是你的职责 沈眉景有些慌了 扭眉景皱 手脚并用地挣扎 卖身记上写过了 奴婢只是伺候爷 并不是要把身子一起给了 上都写的是 若是有其他差事 月前令算 宋良辰点头 这件事 咱们另算就是 沈眉景冷了眼神 她的手已经放在她的腰带上了 却被这眼神动得一抖 从没见过哪个女人 能有这么冷的眼神 仿佛她是什么脏东西一样 令她厌恶 心里一凉 本来是想逗逗她 没想到她竟然会是这样的反应 宋良辰有些脑 脑恨之后 绿火更深 一把就扯开了她的衣袍 美景没反抗了 要反抗也是力量全疏 只会徒增可悲之感罢了 她只是安静地看着她 凉凉的眼神 像隆冬的风 你越是这样 我只会越生气 宋良辰低头 狠狠咬住她的下嘴唇 叫一声爷饶命 我就放过你 也是为所欲为习惯了吧 压根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哪怕是自己做错事 也要别人给你抬击下 宋良辰一愣 黑了脸 她错了 她错哪里了 本来就是她的女人 都一下还犯法不成 洞房花烛夜都过了 她这会儿抵触个什么劲 虽然隐隐也觉得自己有错 但是她总不能这么直接说出来 搞得她想退一步都不行 不是挺会说话的人吗 这会儿怎么就跟她攀上了 又气又闹 她低头填吻她的嘴唇 不由分说的就挤开了她的牙关 唇齿缠绵 手也摸缩上她的腰迹 触手如玉 惹得她指尖一颤 心也跟着微微一动 沈眉景大大方方地摆了个大字 面无表情地看着床杖顶 心里默念 就当被狗啃了 宋良辰拥着她 眼神有些迷茫 差点要沉沦在这无边的美色里 可抬头一看 这枕上的脸无波无澜 眼里还隐隐有些厌恶 任她轻啊稳啊 哪怕伸手解开了她的衣扣 也没有半点反应 心里的躁热 渐渐平静了下来 宋良辰抿唇 身子却没动 挑眉看着她 道 你这是打算认命了 不认还能如何 好吗 我跑不出这王府 叫吗 外头全是你的人 打吗 我娶娶女子 怎能敌得过你男儿身躯 说的都很有道理 语气却好生绝望 嘴角还弯着呢 眼神却空得什么都没有 一瞬间 宋良辰发现 她好像真的不太熟悉沈梅景 只见过一脸讨好要生存的她 或者是笑得什么都无所谓的她 却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有些绝望的她 她不过是玩笑啊 至于这个反应吗 挠挠头 宋良辰侧了身子 躺在她旁边 抿着唇 道 别紧张了 我对你没兴趣 沈梅景紧绷着身子 无疑地看她一眼 宋良辰闭了眼 只是有点累了 所以拿你都去 吊着的心 咚的一声 落了地 梅景翻了个白眼 轻笑道 哦 那是奴婢误会爷了 嗯 没错 所以你得道歉 相辞夺理 要不要脸了 沈梅景哭笑不得 不过比起清醒的时候 再与她颠缓捣缝一回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低头 奴婢之策 委居世子爷了 嗯 乖 宋良辰嗓子有些哑 我要休息一会儿 等会儿醒来 咱们就直接回世子府 是 她起身 离开床榻 乖乖地站到了外头去 既然答应了改嫁 其实她对真结这类的东西 是不看重的 要是宋良辰真强了她 那她事后顶多也就问她要补偿 不会做其他的事情 理智是这么想的 但是全身上下 就是忍不住的抵触 洞房花竹叶 她是将它荡成了许子金 若是清醒的时候 她实在是无法在别人身下 婉转成欢 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美景忍不住抱着旁边的柱子 往上撞 想不开啊 想不开 旁边站着的玉树和林峰 一脸惊恶地看着她 甘笑两声 使美景收回手 站直了身子 垂头低眼 不作声了 宋良辰压根没睡 靠在床榻上 响了半个时辰 起身开门 回世子府 主仨 燕王爷有吩咐 任何人不得离开王府 玉树拱手 无奈地道 现在府院前后左右 四扇门全部都关了 甚至还加强了守卫 什么 宋良辰皱眉 我也不能出去 是啊 谷江俊一家就在南院 看王爷的意思 晚上大概要让您 与那谷家姑娘见上一面 这回 我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她得逞的 燕王爷这红线牵得 激起了她浑身上下的反骨 再不忤逆一把 这十九年 简直就是白活了 沈梅景 正在发呆的时候 被点了名 梅景茫然地抬头 爷 有笔生意要不要做 宋良辰弯了弯嘴角 侧头看着她 道 我要花重金买你一样东西 沈梅景下意识地 就双手还凶 一脸戒备地看着她 宋良辰气笑了 你把我当什么了 奴婢 奴婢浑身上下 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梅景小心翼翼地看着她 您想买什么 清亨一声 宋良辰伸手 直接从她袖带里 将刚写的修书 给拿了出来 这个 一百两银子 卖还是不卖 一百两 沈梅景的眼眸里 啥也没有了 只印出了两个银元宝 银灿灿的 闪亮亮的 啊 卖 她自己写的东西 自己竟然要买回去 这有啥不卖的呀 她又不傻 沈梅景点点头 推着宋良辰的手 帮她帮修书 放回了她怀里 世子爷一言九鼎 买卖成交 不得后悔 好 宋良辰笑了笑 我绝对不后悔 那你也别后悔 奴婢有什么好后悔的 梅景伸出双手 平摊在她面前 眼睛眨巴眨巴的 宋良辰竟然觉得 心情好了些 拿过林峰身上的钱袋 掏了一把银票出来 数了数 六百六十两 一并拍在她手心 梁景 梅景激动得 手都有些抖了 还以为五千两银子 有多难挣 瞧瞧 这转眼就是 六百六十两进帐 她还担心个什么 多谢爷 笑咪咪的点了一遍 梅景拍着胸口道 奴婢以后 一定为爷 干脑涂地 死而后已 宋良辰点头 你这样懂事 我很欣慰 但是既然修书 已经卖给我了 你还是 自称切身吧 世子飞 等会儿随我一起 去会会那谷家姑娘 可好 啥 梅景傻了 世子飞 等等 她刚刚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东西啊 还以为那一百两 只是卖封修书 但是没了修书的话 她是什么 感情这位爷是花一百两 买她当个挡箭牌 那是不是也太便宜了点啊 是梅景鼓了鼓嘴 抬头看着宋良辰 刚要开口 这次就笑着伸手 按在了她的唇上 满满成交 不得后悔 奸商啊 她是立志成为奸商的人 没想到竟然在阴沟里翻了船 人果然不能贪小便宜啊 不过仔细想想 这买卖也不算太亏 至少世子飞每个月 还有二十两月钱呢 不就是对付对付女人吗 这个她最在行了 拿了人家的工钱 就得做事 沈梅景平静了一下心情 挺了挺胸 问 爷什么时候去南院 不急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宋良辰摸着下巴 道 先给你个任务 去文室那里套套话 看那谷家姑娘 到底是何方神圣 好 也带路 宋良辰很自然地 就往前走了 走着走着 才发现不对劲 黑了半边脸 回头看她 你把我当小厮使唤呢 梅景一脸严肃 咱们现在是合作互利的关系 请爷不要在意细节 能顺利回去世子府 让爷免受被逼婚之苦 才是头等大事 有道理 宋良辰转过头 继续带路 大局为重 他怎么还跟人计较起这些来了 后头跟着的玉树和林峰 相互看了一眼 都在对方眼里 看见同样的想法 自家主子最近好像有些蠢 而且蠢得浑然不觉 文室在三炷香之前 就收到了燕王炎那边的消息 据说沈氏已经被修起 接下来就只需要送 古修荣上位即可 想来也是不容易啊 世子爷在婚事上头 尤其倔强 要不是王爷出了奇招 这一番定然是没法成事的 王爷真是睿智鹦鹉 低头一笑 文室端了茶 正准备饮一口休息休息 就看见门口笑盈盈的 踏进来一个人 文宜 沈眉景依旧是一身华服 端得是大方得体 进来便朝他微微汗手 眼里全是盈盈暖笑 正愁找不到人说话 还好您没有歇着 文室愣了愣 看着他发际上摇晃的金凤钗 有些没反应过来 不是已经被世子修掉了吗 案里应该去除世子妃华盛 取掉金凤钗 离开王府才对 为什么还来找他说话 表情看起来还这么镇定 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定了定神 文室笑着起身迎他 我惯常不午休的 你刚从书房出来吗 美景含羞一笑 刚从世子爷那里来 他方才与我闹了别扭 连修书都写了 我好一阵哭闹 他才将修书收回去 给我赔罪 本来是想回去世子府的 没想到这府里 竟然是出不去了 闲着无事 我便想来找文宜聊天 啊 是修书给了 还有收回去的道理 可不是吗 我也不一样 谁知道 世子哭着叫我原谅他 沈梅景脸不红 心不跳的道 哎 让男人低头也不容易 于是我便将修书给他了 与他的姻缘 也算能持续下去 文室脸色凝重了一瞬 傅又笑道 啊 这 说明世子爷 实在看重你 但是修书 是当着王爷的面给的 这要收回的话 嗯 我知道 世子已经去找王爷说起来 只要户籍没撤箱 我就还是世子妃 对吧 对 文室笑了笑 拉着他在旁边坐下 只是 王爷似乎有意 将谷家姑娘 许给世子呢 哦 沈梅景叶脸紧张 那姑娘是什么人呢 我就知道 是谷将军的女儿 长得比我还好看吗 文室顿了顿 看了他脸上的伤疤一眼 笑道 谷家嫡女 自然是姿色出众 而且舞姿英气美丽 传闻在边城的时候 数万将士都为他倾倒 现在正是出价的年纪 所以王爷 是有意他来做这世子妃之位的 这样啊 梅景脸上满是担忧 这么说 我这世子妃的位置 还坐不稳啊 其实 你做侧妃也是不错的 你别的地方都不差 只是这二家 毕竟不好听 做正事 怎么都有些 令世子脸上不好看 瞧瞧着 一个二个都是千年的狐狸啊 当初劝世子忍下他的时候 怎么说的来着 说他是许家的女儿 也不算委屈了世子妍 现在需要他让位了 就说他让宋良辰脸上不好看 都是高手啊 前后矛断脸都不带红的 沈眉景一脸倔强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甘心白白丢掉 世子妃之位 我想见一见那位谷姑娘 若是爷愿意立她为妃 那我再退不迟 哎 文氏想了想 王爷晚上 本就打算安排世子 与谷姑娘见面的 既然世子不休你了 那 那我再去安排安排 晚上 也让世子带上你 好啊 美景点头 辛苦文医了 文氏笑了笑 招了丫鬟过来 低语两声 想知道的都知道了 美景也没多停留 有礼的告辞 就出去找宋良辰 宋良辰自然是没去 燕王爷那边说的 一早说了多没意思呀 总要措手不及 才能欣赏欣赏 她父王脸上的表情吧 沈美景开开心心的 从文氏那里出来 拍拍她的肩膀 道 爷 对面是个跳舞的 宋良辰侧头 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什么东西啊 切身是说 对面那姑娘 姓谷的那个 据说是擅长舞蹈的 沈美景奈着性子 解释了一遍 晚上你去见她们的时候 带上我就成 会跳舞 那你晚上打算怎么办 很好办啊 美景笑咪咪地道 也想要面子嘛 谁不想要啊 宋良辰携她一眼 又想说什么 直说就是啊 沈美景搓了搓手 黑黑笑道 身为世子妃 自然是要什么都会的 今晚若是那姑娘要线舞 那气身也可以跳 明马实价地跳 三十两一舞 宋良辰差点一口鞋吐她脸上 你怎么不去抢啊 三十两银子 宋管家一年的工钱 才三十两呢 美景多了多嘴 三十两很便宜的啦 反正爷又不缺钱 跟妾身计较这个干什么 妾身保证您 不会吃亏就是了 三十两银子就看一场舞 怎么想都很吃亏好吗 宋良辰嘴角抽了抽 挥秀道 到时候再说 人家也不一定上来 就忙慌慌地要跟你斗呢 耸耸间 美景点头 那就到时候看呗 毕竟谷家也是高门大户 谷将军的女儿 还能一开场就跳舞了不成 宋良辰觉得不会的 然而天色近黄昏的时候 他带着美景踏进后花园 就看见庭院里摆了 谷征瓷竹 几张短桌围成了一个圈 放着 中间空出来一块地 不是吧 世子来了 燕王爷远远看见宋良辰 就满意地点头 结果再定睛一看 后头还跟着个审美景 笑意浆在了脸上 燕王爷转头看了文氏一眼 文氏一脸莫名 瞧王爷这不知情的模样 世子爷不是去告诉他了吗 古道边和古夫人 已经坐在了一边 本来还跟燕王爷谈笑呢 转头一看这边 古夫人的脸色当即就沉了 怎么 不是说已经羞了吗 还跟来这里 古将军轻轻轻扯了一下古夫人的衣裳 古夫人才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了 联盟朝燕王爷焊手 王爷恕罪 无妨 燕王爷笑道 辰儿也该解释一下 宋良辰温柔地扶着美景 让他在燕王爷右手边的桌子坐下 然后跟着坐在他旁边 抬头道 在书房里一时激动写了修书 后来想想 美景没犯任何错误 并且温柔体贴大方得体 我怎么都不该秀了他 殷王爷脸色一沉 大丈夫还有出尔反尔之说 知错就改 也是大丈夫 宋良辰看着自家父王 这不也是您教我的吗 古将军爽朗地笑了笑 世子爷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 这人是他娶的 自然该他做主 但是 一切好话之后 都有个但是 古将军看着宋良辰道 婚姻大事 我是说娶就娶 说修就修的 我问自己父母的意见 才算是孝道 言下之意 你不听你父王的话 就是不孝 宋良辰笑着拱手 晚辈受教 这是如今坐在晚辈身边的世子妃 是父王亲手选的 亲手赐的 羞了才算是不孝啊 燕王一噎 脸上泛白 他做的事情不太光彩 这会儿被自己儿子呛声 都不能还嘴 不过 他是谁啊 老年影帝燕王爷啊 当下就缓和了神色 笑着道 世子妃向来是能者居之 在没见过修荣之前 本王觉得这审氏也堪当此位 今日修荣既然来了 不如两相就比较一番 也好看本王是不是做错了主 耽误了我儿的婚姻大事啊 是啊是啊 文氏也点头 世子还年轻 这世子妃也刚嫁过来 一切都还没尘埃落定呢 古夫人平静了一些 拿帕子擦了擦嘴 修荣自小习武 不敢说当这大明第一 却也敢说不是别处能看见的 现在也该准备的差不多了 就当给王爷和世子 一个见面礼了 说着 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几个月姬 月姬们纷纷上前去 坐在位子上 拿起各种月起厚着 切身说什么来着 沈眉景嘴唇不动 凑见宋良辰耳边 轻声道 三十两银子 宋良辰眉梢跳了跳 回他两个字 成交 眉景乐了 端端正正地坐好 准备看舞 这五家姑娘 要是有不服输的精神就好了 一场不够跳两场 那岂不是就能 挣个六十两 庭院里安静了下来 不知哪里进出来的烟雾 静静覆盖了院中空地 恍然若仙境 有舞女身着月白长裙 从两方缓缓入庭 好似仙女下凡 这场景布置得极好 一眼就容易让人感觉 置身仙境 曲调不用听 就知道是霓裳羽衣曲 前朝宠妃最爱的舞曲 舞姿曼妙 本是独舞 后来失传 逐渐被人改成了群舞 不得不说 这古姑娘会选 这舞重心拱月 最容易衬托人 哪怕你跳的不是那么好 只要比身边的人好 那也是鹤立鸡群 给人出众之感 更何况 古修荣舞级真的不差 一开场下来 在三斜牌舞女的遮挡之下 乍一露面 面容如龙冬之花 清傲秀丽 先就令人惊艳 而后 双手在胸前 画一个八字 上下力掌 附有双手身前 平原推手之后 送胯后转身 成一手上提腕 一手胯旁摊掌 节拍踩得丝毫不差 身段也是轻柔飘逸 宋良辰看得神色紧了紧 下意识地拉了拉 美景的衣袖 喂 你跳得过她吗 美景已经看得入了神 双目凝视古修荣 压根没理她 宋良辰皱眉 转头继续看 一群舞女围绕着古修荣 开始重复第一节的动作 古修荣就在中间起舞 无论是动作还是节拍 都是一点错都挑不出来 加上脸上笑容迷人 身段也是柔软 她这一舞 若说让万人称赞 是一点都不夸大的 但是说青岛就过了 曲声敬尾 月声慢收 周围舞女似开屏孔雀 围绕一圈 古修荣站在中间 双手上下立掌 如同宗教神女 神圣不可侵犯 沈美景回过神 十分赞赏的鼓掌 跳得好 宋良辰皱唇 伸手掐了她一把 人家跳得好 那也是人家的呀 跳得赢她 五十两银子 跳不赢 你赔我三十两 美景立马严肃了神色 收回了鼓掌的双手 转头看向燕王爷 五将军笑得镇定 五夫人更是一脸骄傲 燕王爷在上头 是赞扬不绝 此物只当天上有 人间哪得几回见呢 啊 毕竟是从小习武 自然是有所收获 五夫人仰着下巴 道 连上京的乐师都夸戎儿 跳舞节拍从来不曾错过 完美无瑕 好 燕王爷笑眯眯地点头 转头看着宋良辰 辰儿以为如何呀 宋良辰昧着良心 在府里看得多了 古小姐跳得的确不错 但是儿臣还是更喜欢 世子妃跳的 王爷没说话 古夫人不服气地先开口 看着是美景 道 世子妃也会跳舞 世子台 舞蹈这东西可是要常年累月地练的 而且要注意自己的仪容 说着 看了看是美景的脸 世子妃这样的 喜欢跳什么呀 古修荣已经坐在了古夫人身边 文言打量了对面坐着的女人良言 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的 世子妃说是也爱跳舞 那就请不吝赐教 沈美景点头 我会的也不多 都是偶尔看看人家跳 既然古小姐想看 那美景就现丑了 宋良辰听着这话 心就更虚凉 拉了拉她的袖子 你没问题吧 不跳其实是比丢脸好些的 美景盈盈一笑 轻声道 有白白给您三十两银子 妾身才不会这么傻 放开 宋良辰松了手 看她衣裳也不换 就直接上了场 心里瓦凉瓦凉的 这女人为了银子 真是脸也不要 命也不要 勇往直前 世子妃也想跳 燕王爷挑眉 看着场中 站定的美景 笑着问 有什么舞 是拿手的 咱们可以先说好 古家女儿如此能干 你若是给我燕王府丢脸 本王可是要罚的 语气是开玩笑的 脸上也带笑 美景看着燕王爷 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今儿敢输 他就敢逮着这一点 让他让位 真是人生处处是陷阱啊 燕王爷为了自家儿子的婚事 也是拼了 沈美景微微一笑 朝他行礼 儿媳就现成 也舞一曲 霓裳羽衣曲 舞羞蓉皱眉 不解地看着他 世子妃为何 不另选曲目 这一曲修容刚刚舞过 舞鸡们都很累 怕是对世子妃不利 没关系 我一个人跳就好了 怎么可能 世子妃是没在 明家那里学过舞吧 这霓裳羽衣曲 是要多人一起舞的 你一个人跳 有什么好看呢 宋良辰舞了舞脸 哎呀 这女人该不会是不会跳舞 所以见人家跳过 正好学着来一曲吧 娘亲 舞羞蓉脸色有些难看 轻轻拉了拉 舞夫人的袖子 怎么 舞夫人侧头看她 我说的不对吗 不是不对 如今的霓裳羽衣曲 的确是群舞 以中毒舞机 展现月宫先进 但是美景要跳的 是当年前朝宠妃的元舞 宋良辰愣了愣 在座的人都是一阵沉默 古秋蓉嘴唇有些颤抖 震惊地看着她 玄武 不是早就失传了吗 现朝 沈眉景汗首 然后转头朝月姬们 微微鞠躬 有劳 几个月姬一愣 相互看一眼 再次拿起乐器 天去沉沉 夜未央 碧云先去 舞霓裳 一声玉笛 向空见 月马离山 宫露长 庭院里 已无白烟 中间站着的女子 却合着六弦琴 轻吟着一首诗 前朝宠妃 霓裳 却是霍水红颜 惨死马违 皇帝梦里徘徊 晃入仙宫 又见她捂着一曲仙乐 悲痛之感 无法言表 月姬们 都是知道故事的人 乍听这诗 心里不免 都多一分悲浅 连带着月声 也比方才伤感几分 古典升起 美景随步而行 踏着古典启示 轻重缓急 先随取动 再随心动 娇眼如波 人并流 手滑胸前 八字上下 再起身侧 仿佛是听见谁的声音 容颜待笑 举手投足间 都是雀跃 月声婉转 陡然空虚 舞姿亦随之落寞 踏着节拍 美景双眉紧簇 仿佛有人在天边 却不得靠近一步 月舞轻友 衣媚翻飞之间 都是悲伤 宋良辰看得正冷 心里一疼 竟然也跟着难过起来 四座无声 古修荣红了眼眶 动作差异不大 她也同样一步未错 却比她多了太多的东西 霓裳雨衣曲 不该是笑着跳的 她风才只顾着跳舞了 月声激荡 已是高潮之时 庭院里的人越舞越快 左脚围轴 不停旋转 衣袖飞扬 发着竟然却一点不乱 殷王爷都看傻了 张口无言 古将军更是闽唇不语 曲调结尾 无似方才一样缓缓结束 而是戛然而止 美景也在这一刻停下 背影寂寥 衣装都好似突然苍白一般 再难扬起 天长地久 有时尽 此恨绵绵 无绝期 四周一片安久 几个月姬 竟然都失了眼 取酒之后 古修荣 长长地叹了口气 起身道 昔武十六年 心事当民 武之何为 多谢世子妃赐教 美景笑眯眯地回过头来 朝他回了一里 然后开心地回到宋良辰身边去 五十两 从古修荣选择曲目 他就知道 银子到手了 霓裳与一曲 莫桑是唯一一个 有缘无谱的人 曾经为了看先舞之姿 教了他许久 别的舞他不熟 这舞却是烂熟于心 宋良辰还没回过神来 不论秦景 光是舞姿 美景的身段 就比古修荣更加柔软自如 不刻板 在规矩之中 却显得洒脱 举手投足之间 有骨子仙气 他看舞看得不少 头一次觉得 有人不是在跳舞 是在讲故事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当真是除了不会吃亏 其他什么都会 爷 美景壮着胆子 掐了他一把 银子 宋良辰皱眉 低头看着面前的人 方才还是一脸 天人永隔的悲戏 现在却是两眼 冒金光地管他要银子 落差太大了 咬咬牙 宋良辰掏了银票 塞在他手里 你就不能回去 再问我要吗 美景笑咪咪地 捏着银票 低声道 银子是一种东西啊 还是捏着了 才有真实感 气身的表现如何啊 宋良辰美好气地道 你看看他们就知道了 美景回头 燕王爷正一脸沉思地 盯着空空的庭院 旁边的文士脸上 油然带泪 古将军低头喝茶 旁边的古夫人 却是满脸不愤 抓着古修荣 小声道 你哭什么 古修荣 哑着声音道 杨亲不觉得 天底下最苦的事情 就是分明还爱着 却天人永隔了吗 古夫人一愣 撇嘴 我又没经历过 怎么知道苦不苦 不过方才我可是看清楚 她错了一步 没你跳得好 古修荣摇头 五眼不作声了 旁边的古将军道 夫人不用多说 大家都看在眼里 龙儿还欠些火候 怎么会 古夫人颇不服气 上头的燕王爷却笑道 看无也看过了 今晚是来一起聚聚的 大家还是吃些东西吧 是啊是啊 文士回过神 抹了抹脸 笑道 还是吃东西吧 直接不评价她了 沈梅景挑眉 不过银子到手了 其他的她就不管了 今天净收入就有七百一十两 简直是无比美好的一天 宋良辰垂眸 尝了两块鹿肉 就放了筷子 心里感觉复杂极了 梅景在旁边 却是十分的好胃口 山珍海味全往肚子里塞 末了不够 还企图吃她面前的 你分明什么都会 却为什么在吃的东西上 这么没见过失眠 宋良辰咬牙切齿的道 少吃点能死吗 沈梅景摇摇头 小声道 哼 你这种养尊除幽的人 是不会知道吃了上顿 没下顿是什么感觉的 既然有的吃 那为什么不多吃点 微微一愣 宋良辰皱眉 说得像你知道一样 许家干女儿 跟白痴对话多了 也会变白痴的 梅景决定 默默吃了她面前的熊掌 不吭声 一场聚会 本来燕王还安排了很多节目 但是沈梅景这一场舞下来 燕王爷决定歇着了 晚上你们就在西院歇着吧 别乱跑 散场的时候 燕王爷看着宋良辰道 外套最近不安全 宋良辰笑了笑 儿臣明白 不乱跑 乖乖呆在西院 等着他们想对策时吧 他才没那么傻 拉着梅景一路回去西院 宋良辰将自己两个随从 关在外头 一本正经地看着梅景 喂 今晚我们翻墙逃出去吧 梅景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看着他 为什么 我父王手段太多 我怕他强行让我取那个谷修荣 沈梅景好笑的道 王爷你要赢那谷家小姐 只会是赢为正妃 对不对 那是自然 谷将军对我父王有救命之恩 父王一直惦记着呢 怎么可能让人家成为侧妃那么委屈 那不就得了 王爷从您这下手没用啊 肯定只有把我逼走 才有后面的可能 所以您跑什么 要跑也是切身跑 宋良辰想了想 好像的确是有道理 嗯 那你跑吧 没紧没忍住 拿手盖着自己的眼睛 翻了个白眼 有比您身边更安全的地方吗 妾身要是一踏出这门 被绑着去抢线送给了其他男人 脏了身子 世子爷难不成还会继续留妾身在身边 心里一沉 宋良辰冷声道 你能不能说点好话呀 要是父王敢这么做 他就真的要疯了 妾身只是设想一架而已 世子在面对王爷的时候 太紧张了 不如练手围攻 好好周旋一番 宋良辰伸手将他的手拿下来 看着这人的双眼 你有办法 沈梅景挪了挪嘴 一两银子一条建议 我 他要气疯了 这女人哪有这么爱银子的 伸手抽了十两银子 拍在他额头上 哎呀 快说 梅景黑黑笑着 拿下银票 王爷能对付妾身的法子 有三种 第一 直接用武力杀了妾身 不止将妾身带离烟地 自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心口一跳 宋良辰皱眉 第二种 嫁祸妾身 以各种名头 废了妾身的世子妃之位 这个只要世子一口咬定 相信妾身 就可以破解 最后一种 也是最聪明的一种 沈梅景笑了笑 给我大笔银子让我离开 这个方法 十分具有可行性哦 宋良辰眯了眯眼 伸手将他的手腕 压在他耳边 沈梅景啊 你敢拿了他的银子跑了 信不信我有一千种办法 可以将你抓回来 好好折磨 吓得缩了缩脖子 梅景笑道 爷啊 妾身现在可是您这边的 您不能吓唬妾身啊 要好好对待 这样妾身才不至于 临阵倒戈 别的不敢说 论人脉 父王也比不上我 你敢跑我就能抓回来 到时候 可就不是银子不银子的问题了 妾身明白 所以妾身还是站在您这边呢 只要爷能保护好妾身 并且相信爱护妾身 王爷是没有任何可趁之机的 好 那你也不要背叛我 嗯 那咱们就好好合作 争取早日回去世子府 松开他 宋良辰坐在桌边 倒了杯茶 凭借了一番心情 才问 你的舞又是跟谁学的 梅景笑了笑 师父教的了 师父 宋良辰刚想问呢 外头就有人敲门 世子爷 王爷让您去一趟书房 那晚上呢 还去书房 回头看一眼美景 后者朝他使了使眼神 保卫世子妃的战争开始了呀 严肃了神色 宋良辰想了想 去床下挖了个箱子出来 打开 拿出一对奇怪的手环 过来 美景好奇地凑过去 宋良辰傲话不说 就带了一个手环 在他手上 然后给自己带上另一个 调整了一下大小 咔嚓一声 就扣上了两个手环中间的 小银锁 这是什么 宋良辰勾了勾唇角 我小的时候离不开母妃 自己让人做了这两个手环 扣住母妃和我 这样他们就不能趁我睡着了 将我从母妃身边抱走了 美景错愕 低头打量了一下 这精致的还刻着花纹的手环 唉 你父王还这么喜欢你 也是够奇迹的 什么 宋良辰没听清 没什么 挺好的东西 美景笑了笑 那气身就这么跟着柿子了 嗯 气身 拉着他一起往外走 宋良辰打开门 看了一眼沈美景晃荡的手 干脆伸手握住了他 沈美景一愣 机不可查的皱眉 前头的人浑然不觉 拉着他就往书房去了 燕王爷在沉思 那许家的寡妇看起来倒不是半点用处都没有 但是要做世子妃始终不是最好的选择 他还是得动动脑筋 儿臣拜见父王 立马换上一张慈父的脸 燕王爷抬头 正要喊免礼呢 就听旁边有个声音跟着喊 儿臣拜见父王 笑容僵在了脸上 燕王爷拍了拍手里的书 本王不是说了 只让世子过来吗 沈美景万分无辜地举了举自己的左手 回父王 儿媳的手被世子套住了 根本无法与世子分开 燕王一愣 目光落在那手环上 突然就不说话了 宋良辰笑道 方才美景一舞 父王也看在眼里 儿臣觉得他这样的女子真是难得 生怕弄丢了 故而就取出了这幼石座的手环 这样啊 燕王爷的声音突然就哑了 嗯 你们下去休息吧 啥 美景愣了 这叫人来一句话都没说呢 竟然就让他们下去休息 疑惑地抬头看了看 却对上燕王爷有些发红的眼 美景震了震 宋良辰一点也不惊讶 拉着他就朝燕王行礼 那父王也早点休息 嗯 燕王垂眸 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出了书房的门 美景拉了拉宋良辰的衣袖 怎么回事啊 谢山都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呢 你讲的王爷什么都不说 就让咱们走了 不是你说的应该变手为功吗 我父王治理燕帝二十多年 从来不曾有什么软肋 唯一的软肋 他没说完 只看了手上的手环一眼 沈美景明白了 燕王爷早年丧妻 他的软肋 是那已经死了多年的王妃吗 心里一软 美景叹了口气 说实话 王爷也当真是为了您好 要您娶的人 也都是对您有益的 古将军好歹是当朝正三品 怀远将军 他的嫡女给宋良辰 只有糟蹋的 没有让他吃亏的 你喜欢吃苦瓜吗 美景摇头 不喜欢 苦瓜对身子也好 人家逼着你吃 你会觉得好吃吗 切身明白了 宋良辰别过头去 眯眼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我这一辈子 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出息 以后继承父王的位置 继续在燕帝坐吃等死 我没想过扩张燕帝的封疆 也没想过要去打仗 只是想 能和自己喜欢的人过一辈子 那就够了 可惜 父王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他 你很喜欢小白 江心悦吗 沈眉景好奇地问 他跟我一起长大 等了我五年 你觉得呢 停了步子 他在回廊旁边坐下 轻叹一声 道 是他爹害了他 星月那么单纯的女子 本来不该是这个命运 那你还想带他走吗 那是气话 我还不至于那么没脑子 若是当真带他走 根本不出烟地 而且星月他 很孝顺 不会丢下他爹不管的 孝顺 眉景有些没反应过来 那江吻山不是说 小白菜不孝 不帮他还钱 所以才给燕王 出了馊主意吗 好吧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反正不关他什么事 不过 这世子好像没有他想的那么笨 至少任性也有个边 还知道不能当真带人走 少了世子的身份 他又算个什么呢 月色佼佼 宋良辰不说话 他也就跟着在旁边坐下 看着天上 难得此刻宁静 就不用计较身边是谁了 就算是头猪 他也能觉得美好 要是日子能一直跟着月色一样宁静 就好了 晚上回去 两人站在床榻面前 沈梅景宁静的心消失了 又是呢 动了动手 梅景扭头看着宋良辰 宋良辰皱眉 咬牙道 这手环哪来的钥匙 看见中间银锁上的格子了吗 沈梅景低头 就见两个手环中间那小巧的银锁表面 有七个空格子 第一格后头有白色的银片 其他格子是空的 这是做什么呢 这是星辰老人设计的机关锁 等那第一格的银片跳到最后一格 锁才会打开 这样啊 那他要多久才能跳到最后一格 一天跳一格 也就是七天 沈梅景点头 顿了顿 表情有些猙獰的抬头看他 那我们这几天怎么睡觉啊 睡一起就好了 我也不会对你做什么 怎么都不方便吧 不如直接拿刀来砍了 那万一父王找借口支开我 对你下手怎么办 你就老实待着吧 就不会少块肉 呼啸不得 沈梅景还要说话 就见他眼睛一横 哎 方才给你十两银子 你就给了三个建议 还有七两银子 咱们还是就请吧 爷 床上请 床上请 梅景转脸一笑 端得是如花似玉 看了他脸上还未好的伤疤一眼 宋良辰轻哼一声 先上了床 被他扯着 梅景认命地就跟着躺在了大床上 睁眼看着床障顶 心里念念有词 诅咒世子爷不举一百遍 以保障自身周全 然而一躺上来 宋良辰就老实睡了 都是他怎么都睡不着 忍不住就去掰扯手上的手环 一夜好梦 宋良辰醒来的时候 觉得心情不错 扭头却看见个眼下黑漆漆的女人 瞪眼看着他 宋良辰吓得一抖 皱眉 你干什么 沈眉景脸都要清了 写人 写人 要如厕 宋良辰微微一愣 竟然是没忍住 笑了出来 好 我陪你去 验他呀 梅景这叫一个敢怒不敢言呢 上个茅测都要带个男人 这叫什么事啊 五夫人带着谷修荣正往西院走 一边走一边念叨 你不是喜欢才子吗 这燕王世子才冒双全 你退缩个什么劲 才冒双全 是形容女子的 再说 世子已经有世子妃 那样的女子为妻 实在不会还看得上我 你瞎说什么 那女人再好也是个寡妇 哪有你身份贵重 再说了 燕王爷也是属意于你 只要那个女人拾去点让位 你完全可以做世子妃呀 娘 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强求呢 别说了 西院到了 五夫人将手里的石盒 往她手里一塞 现在时候还早 你去 保管世子还没有用早膳 娘 快去呀 身子被直接推进了西院 谷修荣无奈 往里头走了两步 你还笑 要不是你上个厕所的这么久 不至于被丫鬟们指指点点吗 谷修荣听着声音 就吓了一跳 林王躲到旁边的花坛后头 沈眉景笑得合不拢嘴 谁让爷非要跟着切身去入侧 让丫鬟们笑话 还怪切身 你 宋良辰黑着脸 你明知道我离不开你 还说这样的话 梅景笑得更欢 两人一人骂一人笑 就回了主屋 武修荣最后的一点心思都没了 提着石盒出了西院 对自家娘亲摇头 没戏了 咱们还是回家吧 哎 怎么了 世子爷不喜欢这些 不是 世子当真是一心一意喜欢世子妃 连去茅厕都要陪着她 若离不开她 宁愿被丫鬟们笑话 武夫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 这成何体统啊 问世间情为何物 女儿一定还能找到合适的夫君的 若世子再好 女儿也是不奢望了 哎 武夫人也算是放弃了 那便去同王爷交代吧 武修荣点头 松了口气 忍不住笑道 唉 不过这世子妃 女儿还真想结交依儿 不知她那五 是从何人 竟能到如此境界 武夫人翻了个白眼 拉着她就走 跟个寡妇有什么好结交的 你等着看吧 就算世子再喜欢 燕王爷也不会让那沈氏 长久当世子妃的 为什么 武修荣一边跟着走 一边皱眉 除去脸上那一道疤痕 世子妃也算是才貌双全 她是勉强能算才貌双全 可是世子是这燕帝未来的主子 你觉得燕帝百姓 能接受主母是个寡妇 任凭再怎么情真义切 却也不能不顾及世俗的眼光啊 瞧着吧 她们过不久的 微微一正 古修荣倒是有点惋惜 女子不管多有才华 嫁人之后都得统统收敛 若是弃妇寡妇 则更是要夹着尾巴 苟活一辈子 突然也觉得有点不公平呢